由阿三本尊布置的四项剑阵威力很大将张牙海他们围住 生命急取 哼 给我自爆 张牙海并没慌张 他连忙吸收周围的天地灵气 早就防着你呢 我已经隔绝了外界灵气 用灵石和弹药恢复 阿三 你我也该决一死诈了 时间分身 你居然把未来之身和过去之身都召唤出来了 时间奥义真是不可小觑 地天你屠儿死定了 地天并不担心 因为阿三早就铸就了混沌体 一时间江浩然 李承帝和阿三分身都朝阿三杀来 阿三彻底被压制了 看来不动用混沌体是不行了 唯有击杀他们我才能收割魔种 才能变强 阿三不再犹豫 解开封印 开始催动混沌体 并开启了混沌领域 场外看到这一景象一片哗然 此时阿三即刻打飞了江浩然 此浩天和自己的分身 李承帝 我也会召唤未来和过去的力量 天外飞仙 阿三没停留 又直接杀向了张牙海 次元斩 废物 天外飞仙 求败躲开 他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混沌体真的有这么恐怖吗 公子清 一百地惊血带给我了吧 第一天我们认输 快叫你徒弟助手 你说的可不算 想要认输 让他们自己跳下擂台 或者说出认输 就在此时紫浩天在阿三的攻击下倒在了地上再也站不起来 而紫浩天的狂神体已经随着魔忠被阿三收割了 阿三开始催动狂神 他发现自己的实力越强 狂化后的实力就越强 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 现在里程帝 他们只想认输 求败 我们只要双剑合璧 必定可以打破吞噬屏障 阿三分身有些犹豫 他巴布的这些人死在这里 求败 其实我的空间奥义有一门神通 可以让我自己挪出擂台 但你就出不去了 所以你想要活命 必须打破屏障才可以 看来今天杀不了里程帝了 这样的话我就只能先配合他 好吧 我们试试看 阿三看到他们在突破屏障 准备趁机击杀里程帝 去死吧 就在此时阿三发现 吞噬屏障在缓缓崩溃 你以为你们还可以活着出去吗 就在这时吞噬屏障彻底破裂 所有人全都大喊我认输 但阿三并没有停手 继续攻击江浩然 阿三贤指 停手吧 柳田都随即 把周围的空间凝固 阿三也已经无法动弹 阿三盯着受伤的江浩然 双眸之中将一只无形的锤子凝聚出来 狠狠地垂向了他 只见江浩然彻底陨落了 这一招正是混沌中传给他的磐石诀 好手段 不愧是混沌体 阿三 你想干什么 圣王宗的道友 这是公平切磋 还请给我一个面子 别在我们圣地动手 地天 你给我等着 几位既然认输了 那么此届圣地交流会的冠军 当属阿三贤职 圣地交流会 结束 阿三他们跟着地天 离开了天到圣地 师尊 天一这家伙有些不对劲 是分身 竟然如此真实 连我都给骗了 他是走了 但别人却以为 他是我们混沌圣地的人 先回去吧 这次你暴露混沌体 恐怕会引起一番风波 另一边 阿三 分身和公子清他们 也回到了太初圣地 出来吧 别担心 他是我们太初圣地 安插在混沌圣地的间隙 是我们自己人 前辈 此人在我们太初圣地 到底是何身份 我也不清楚 不过神医老祖说 他是我们圣地的人 肯定不会有假 我的身份不是你们贪疚的 刚才的御服 是神医老祖炼制的 他到底是谁 拼一 神医 莫非此人是古神医的孙子 此时地天和阿三 本尊到达圣地后 直接去见不灭老祖了 事情大概我已经知道了 阿三你短时间 不要出去历练了 我怕有老家伙对你出手 老祖 在外人看来 我们圣地有混沌体和吞天魔体 实在太招人妒忌了 关键是天一 那小子还跑了 古神医肯定给了他逃跑的御服 没大圣以上的战力 根本拦不住他 是这种御服吗 不错 就是这东西 这块御服 是雷祖当初 给阿三保命用的 我有个办法 我们可以公布天一 不是我们圣地的人 并告知谁杀死了天一 可以拿他的吞天魔体 来我们圣地 换一门地精 老祖 用地精作为代价 是不是有点大 没人能杀得了天一 我这样做 只是让外人相信 那个天一 不是我们圣地的人 老祖 我这就将消息 转告圣主 老祖 这是我的魔源 您吞噬后 就能吞噬 我种下的那些魔种了 被你种下魔种的人 恐怕连圣人层次都达不到 我没法吞噬啊 阿三就将来龙去脉 告诉了不灭老祖 老祖 还有这个是师尊迎来 真龙一种的精血 真龙一种的精血 老祖即刻吸收了 阿三的魔源 又吸收了 真龙一种的精血 这个魔源对我有点帮助 但想要帮我晋升准地 几乎不可能 老祖那您看看这个 是天地精一和二 在战祖那里 还有一部天地精三 阿三知道这是老祖 从战祖那里 拿来了天地精三 这本天地精三上 怎么没有字 老祖 我可以试试看 只见阿三催动时间 奥义很快书上 就出现了文字 正到时间和空间 方可得见时空大道 两个人瞬间明白 想要看书上的文字 必须正到时间大道 和空间大道 阿三又把天地 精二上的文字来龙去脉 告诉了老祖 想要缩短雷祖 晋升准地的时间 除非有一位大帝 亲自给他讲道 可是当时并没有大帝啊 这个先放一边 我们先解决东神王那对兄弟 老祖 您找我们有何事 你们为何要背叛我们 混沌圣地 老祖 我们没有背叛啊 你收的那个徒弟 已经确定是太初圣地的人了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老祖 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就是觉着他有点天赋 又是散修 我就收下了 东神王 那个天一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这些年通过出卖 我们圣地的利益 从太初圣地换取修炼资源 东玉堂 你说是不是 此时东玉堂 早就已经吓傻了 老祖 我告诉太初圣地的消息 都是不重要的事情 我没想背叛混沌圣地 都是我大哥 是他逼我的 在阿三和不灭老祖的质问下 东玉堂 吓得已经招了 东神王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东神王 你真是个废物 是你 太初圣地的齐衡 你居然还没有死 别着急 我现在就死了 你居然要自爆 混沌中 由于东神王兄弟俩 离着齐衡很近 当场就被气化了 巨大的动静 引来了圣主他们 吴乔 你交的两个好徒弟 你赶紧给我滚 吴乔一联盟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好先离开 老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灭老祖 就将刚才的事情 一一到来 太初圣地好阴寒的心思 他们想要重创您 若不是阿三换出混沌中 后果不开设想 齐衡的目标不是我 而是战祖 因为刚刚在齐衡出现后 骂了东神王一声 按照我们圣地规矩 新晋圣人可以前往 战祖那里挑选地精 而齐衡就躲在 东神王的那天地中 一旦东神王去挑选地精 齐衡就会在战祖那里 发生自爆 二人听后 不由地大吃一惊 老祖 下次有新晋圣人 一定要先检查一遍那天地 接下来我会带着混沌中 亲自坐镇战祖那里 阿三 书上说不让你踏入 出窍境极境 你一定要照做 是 这三本地经就交给你保管了 你们先退下吧 圣主他们则回到了地峰 阿三就将天地 经耳上的文字含义 告诉了他们 按照这上面的预言 看来我们混沌圣地 真的有一次巨大的危机啊 不错 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 既然如此 不如我们就一起前往圣路成圣吧 也好 圣地的事情就交给阿三管理吧 混沌圣地对外宣告 击杀天一的消息 轰动了整个修仙界 涅飞回来之后 打算闭关 准备踏入涅槃境 而龙二还在进行卖血大业 龙澳天也是如此 很快阿三的魔种 以惊人的速度 传遍了整个九霄大陆 另一边剑阁少阁主将 阿三融合七大剑道的事 告诉了雷战 等独孤求败下次出山历练 我便让他炼化剑神山山顶的那剑帝兵 这是不用你管 我会亲自出手 而太出圣地的人 因失去两位天才 他们更加要培养阿三的分身 虽然我们这次失去两位天才 但独孤求败你这次表现很好 我们太出圣地 魄力让你进入一次灵源洞天 以我现在的情况 只要进入灵源洞天修炼一次 很快就会踏入涅槃境 多谢师尊 李承帝你跟随独孤求败一起去吧 争取也踏入涅槃境 是 爷爷您不是要突破涅槃境吗 怎么来了 混沌圣地以悬赏为由 让别人击杀我 您有什么打算 爷爷趁着有的人 现在还以为你是混沌圣地的人 我们正好利用这一点 可以联合这些人对付混沌圣地 除了荒谷圣地 其他的应该都可以 间隔的雷战也可以尝试一下 雷战 他的确是一个人选 他很希望得到帝兵 如果我承诺帮他夺得混沌中 说不定他可以出手 好 我会用分身去跟他们联络 我就不信那些大势力 可以眼睁睁地看着混沌圣地变强 在这爷孙俩谋划的时候 阿三本尊 已经上任代理圣主 将东神王的洞府赏赐给赵无极 知道了神子 神子大人 还有一事 天一太上长老说修炼资源不够 请求增加资源 我看他们师徒最近都在参悟奥义 暂时不需要提升修为 从现在开始 将他们的修炼资源解办 正在长老汇报工作时 阿三本尊身上气息忽然大增 神子 您这是 没事 只是晋升到了出窍境圆满 我的分身应该在太初圣地得到了好处 阿三分身和本尊除了记忆暂时无法同步 其他都可以同步 按照预言来说 我不能踏入出窍境极境 那我现在可以选择晋升涅槃境 随即阿三打发走长老 自己则开始 闭关 半个月时间过去 阿三已经顺利踏入了涅槃境 不知道我的劫难什么时候来 除了修为 我现在的战力堪比超凡境 就算修为跌落也不怕 因为涅槃境最危险的一面 就是修为不稳定 等师尊他们回来后 就找个时间出去历练 给尽快度过九节 另一边太出圣帝 阿三的分身和里程帝 已经走出灵源洞天 双双踏入了涅槃境 求拜 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去历练 我想要闭关一段时间准备度节 再出去历练 求拜 我等你 阿三分身看到 里程帝这样有些不自在 幸亏 公子清大圣 到来打发走了里程帝 前辈 您找我有何事 你马上就要度涅槃境劫难了 老夫给你准备了几件礼物 帮你一把 这五把剑都是圣兵 分别对应金木水火途中属性 你刚好用它们施展五行剑阵 对你度节很有帮助 多谢前辈 那晚辈就先收下 圣王宗内准地木七 正在闭关 木七老弟你考虑的如何 我想知道 那个叫天一的吞天魔体 是不是你们排出圣帝的人 因为当初是天一布置了吞噬魔杖 导致江浩然无法投降 至此木七恨死天一了 木七老弟天一 明明是混沌圣帝的人 外面都传天一是你孙子 而且混沌圣帝还在悬场通缉天一 如果天一躲在混沌圣帝内 谁能杀得了他 他们是在拖延时间 好让阿三和天一乘胜 木七沉默了 因为混沌圣帝本就和他们有恩怨 好 我答应你 到时候如果你能帮我抢夺混沌中的话 你必须帮我 这点没问题 到时候我会给你传信号 不久后会有七八位准帝 联手覆灭混沌圣帝 如果雷兄愿意出手 我可以帮你夺得混沌中 混沌中我不要 你现在让独孤求败过来 和我研究一下剑道 答应我这个请求 我便帮你出手一次 这可不行 谁敢保证雷兄到时候会不会食言 还是等事后我就将独孤求败交给你 那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混沌圣帝阿三本尊 感受到了不好的预感 按道理来说 混沌体和吞天魔体都出现了 修炼界怎么会如此平静 速来进地 是不灭老祖 小子 圣帝交流会的事我听说了 你干得不错 老祖 你不是要冲击准地吗 怎么停止修炼了 不差这一两天 这次叫你过来 就是借助你的生命神体帮助战组 恢复元气 可是我的生命神体只能增加生命力 不能增加兽元 生命力就够了 战组之所以沉睡就是缺少生命力 不光是战组 其他的老祖有了生命力 也不会再沉睡 老祖 我的实力有限 恐怕不足以转换足够的生命力给战组他们 我们会帮你 这些都是祖师爷留下的资源 都是为了保证我们圣帝每一代都有准地的底牌 老祖 这里都有什么宝物 分别是一颗大圣丹 三颗圣丹 和一滴祖师爷的精确 雷祖很快将大圣丹拿出来 阿三你先服用这颗大圣丹 帮战组恢复生命力 这颗大圣丹太厉害了 好了 快开始吧 只见阿三聚集了天地灵气 将其转化为生命力 随后朝着战组汹涌而去 战组很快就苏醒过来 晚辈阿三见过战组 不必多礼 以后混对圣地就靠你了 战组过奖啊 烦请战组配合下晚辈 吸收这些生命力 随后战组开始借助阿三的生命力 开始复苏他自己的长生体 好了 这些足够我战斗好几次了 阿三又将生命力分别 给雷祖和不灭老祖灌入 一旁的战组则看到了大地精血 怎么动用其此物了 不灭老祖连忙把未来阿三的预言 和圣地交流会发生的事 说了一遍 将龙尊和刀魔带来 有阿三的生命神体配合 我可以用长生体将这一滴大地精血 同时输送给他们两人 这样一来他们可以增加500年寿元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只见战组将大地精血吸收 出现强大的力量 与此同时不灭老祖 一挥手 龙尊和刀魔两位前辈就出现在这里 阿三将转化的生命力 全都朝着两位前辈灌注而去 战组也将大地精血传送给两位前辈 很快两位前辈就醒了过来 晚辈阿三乃混沌圣地这一代神子 见过两位前辈 刀魔和龙尊并没有很意外 毕竟能够出现在此地的人 肯定是核心人物 不灭老祖又将事情 一一告知了两位前辈 这真是一个存散盛世啊 没想到还有三头真龙一种 那我还有机会 只要我再练坏一头真龙一种 我就能立刻完善真龙九遍这门准地精 龙二就算了 东荒叶家我们惹不起 不过龙傲天可以 龙翼也可以在暗中搜寻一下 龙傲天踏入了涅槃境 一旦他出来历练碰到龙尊和不灭老祖 他必死无疑 或许这就是他的涅槃境劫难 那我呢 也有人在暗中盯着我 上次我毁掉了圣王宗山门 我得警惕一下圣王宗的默契 接下来阿三又帮助了 寿源将近的圣人 恢复了生命力 阿三 这三个圣丹给你 他可以让你暴涨修为 虽然只能维持三分钟 但关键时刻足以让你保命了 多谢战组 当日阿三离开了混沌圣地 准备出去渡劫 只见空中出现流星雨 朝着阿三砸来 阿三刚想躲避 身上的修为 竟从涅槃境就降到了聚气境 根本无法飞行 好在阿三身体强大 躲避过了流星雨 这次是第一劫 还有八次劫难 先离开此地为妙 另一边 太出圣地也没闲着 今日开展 先下手为强 毕竟这个临时结盟并不稳固 你尽管去 我来坐镇太初圣地 爷爷放心 今日孙儿必定斩杀阿三 毁灭混沌圣地 为爷爷您扫清正道之路 与此同时一座白玉塔 出现在古神一上空 这正是他们的帝兵 太上之尊塔 现在阿三已经改变了样子 来到了天地城 龙澳天今天只卖一百地 我们快去看看 龙澳天在天地城 阿三本尊跟随着路人 来到了龙澳天这里 难怪踏入涅槃境的龙澳天赶出来 原来是随身带着金交族大圣啊 区区一位大圣 根本不是不灭老祖的对手 我得赶紧通知不灭老祖过来 可就在这时 混沌圣地方向 竟出现一座巨大的白玉塔 是帝兵 这是太出圣地的太上之尊塔 他们居然在攻打混沌圣地 此时古神一 正在操控着至尊塔 攻击混沌圣地 随即混沌中冲了 出来撞上了至尊塔 古神一 就凭你一个人 也敢来我们圣地撒一 当然不止我一个人 几位道友还不快现身 阿三杀我圣王宗圣子 今日不给说法 本作是不罢休 不灭老祖 根本不想搭理木器 叶家的叶伟 天见圣地的剑 来天刀圣地的精绝 我们混沌圣地 没招惹你们吧 突然不灭老祖浑身黑气 释放堪比一尊准地 依靠魔宫获得的力量 你迟早会遭到反噬 反噬前我先宰了你 老夫活了八千年 临到寿元将近是没想到 还有诸位准地前来送警 这一场景阿三 全都看在眼里 太初圣地动手太快了 龙尊和刀魔前辈 还没晋升准地 为经之计 只能自己动手 抓了龙奥天 带回去给龙尊 让前辈晋升准地 只见阿三吸收了一颗大圣丹 随后假装买血 来到龙奥天他们身边 一颗圣丹只能维持一分钟 大圣境界 我必须速战速决 突然阿三的气息 陡然暴涨 一下就突破了圣人境界 并开始施展混沌领域 削弱金交族大圣的实力 混沌拳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金交族大圣根本没反应过来 你是阿三 混沌圣地的阿三 你怎么会成圣啊 阿三没回答继续猛攻 很快金交族大圣 就被阿三硬生生击溃了 击杀大圣奖励一万次顿物 有这么多顿物次数 我就能提升奥仰 阿三将龙奥天放进自己的内天地 朝着混沌圣地赶去 为了不被这些准地 发现阿三收敛起气息 暗影分身 战族感受到了阿三 他必须吸引这些准地的注意力 帮助阿三进入圣地 你们几个小辈 想要灭我混沌圣地 可做好了与我同归于尽的准备 这些准地还是比较忌惮战族的 雷战看了这么久 该出手了吧 战族之名 完美久仰多年 竟然是他 阿三没多想 好在雷战的出现 吸引了几位准地的注意 阿三终于潜入圣地之中 阿三交出龙奥天 很快龙尊前辈 就将龙奥天炼化 真容久变一成 我要晋升准地了 可惜我没时间了 再给我几个月 我也能晋升准地 战族有麻烦了 雷祖 混沌圣地交给你了 如果有意外发生 一定要保住阿三 只见不灭老祖 再次释放黑气 深厚的黑影 与不灭老祖完美融合 不灭借用的魔尊力量次数太多了 恐怕这次再也无法摆脱魔尊了 他会被反噬的 高空中不灭老祖 如同一尊黑色大魔神 朝着七位准地冲去 想要灭我们混沌圣地 你们也要拿几个人来垫背 我来拦住他 你们去打战族 战族南沙我和叶卫雷战 牵制住战族 你们都去杀不灭老祖 突然混沌圣地内 冲出一条神龙 拦在军神通 他们三人面前 你不是张大雷 他是龙尊 这老家伙居然没死 天刀圣地和天剑圣地 也想与我们结仇吗 很好 本作就算是 也要拉上你们 其中一人垫背 死言一出 惊觉和剑白犹豫了 张大雷还没出现 再加上不灭老祖 真要战死 必然会有人垫背 我们和混沌圣地 并没有什么死仇 现在退去 大不了以后 向混沌圣地低头 古神一看见 惊觉和剑白在犹豫 不觉 他连忙传音 这样吧 你们两人拦住 龙尊即可 如果有危险 我们太出圣地 冲在最前面 太出圣地的大圣 都给我出来 今天不是混沌圣地灭亡 就是我们太出圣地灭亡 古兄好大的破例 我们圣王宗又起了落后 雷祖和刀魔以及地关的大圣 看到这一情况 也纷纷杀了出来 只见五桥朝着木齐 就冲了过去 随后直接自爆 混沌圣地的圣人 是在拼命 打不过就自爆 死也要拉着敌人垫背 怎么办 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对了 我去拿剑神山上的地兵 此时在太出圣地的阿三 分身并没有交集 古神一走了 地兵也带走了 大圣也出去了 如果有人现在来攻打太出圣地 是不是可以让古神一回归 阿三分身刚好在天地城 遇到本尊 易容和阿三便知道了分身的想法 攻打太出圣地 我吃下圣丹 岂不是可以横扫太出圣地 古神一一定会回来的 不过 剑神山那里也要去一趟 说不定可以将雷战也逼回来 阿三考虑过后 决定让本尊拿着太出圣地的身份 命牌去太出圣地 分身则去找与太出圣地交好的门派 护送他去剑神山 很快阿三本尊已经到达太出圣地 前面就是太出大殿了 你是谁 为何来太出大殿 我是阿三 今天要学习你们太出圣地 这巨大的动静 引来了古天一他们 阿三 你怎么会在这里 既然你来送死我很欢迎 都在啊 倒也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了 天一 通知你爷爷赶紧回来吧 否则今天你们太出圣地就此覆灭 阿三说完 就吸收了一颗圣丹 保护老祖 杀 你竟然达到了圣人境界 大胆狂徒 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 怎么办 太出圣地竟然还藏了一位大圣巅峰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我的圣丹要效也快要失效了 今天绝对要杀死他 天一老祖别担心 他刚才使用了禁忌手段 现在他的修为已经跌落 随便一个圣人都能宰了他 原来如此 天一 为何他们都叫你老祖 你到底是谁 我是古神医的爷爷 自我封印数千年 就为了吞噬八大至尊体 以此来铸就混沌体 没想到你把江浩然这个神王体杀了 让我计划失败 那我只能吞噬你这个混沌体了 反派总会死于话多 下辈子你记住这个教训 快动手杀了他 太迟了 只见阿三展落自己的修为 跌入出窍境 原完很快阿三便迈入了出窍境极境 与此同时空中电闪雷鸣 这是极境天结 阿三终于明白了预言 为什么当时不让他晋升出窍境极境 原来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 老祖快走这是天结 我们已经跑出了天结范围 为什么天结还在跟着我 因为我前段日子也突破了出窍境极境 这也是我的天结 你快离开天结范围 否则你被锁定天结就会成为大圣级别的天结了 这样太出圣地都要被摧毁 老祖你小心 此时天结范围之下 只留下了阿三和古天一 这次看你往哪跑 识相的话赶紧呼唤古神医他们回来 否则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原来如此这就是你的计划 但我不会被你威胁的 你这是踏入了神魔禁忌领域境界 正在围攻战组的古神医 突然看向了太出圣地方向 是寂静天结 没想到阿三这小子给太出圣地带来这么大的危机 与我对战还敢分心找死 有天结再胜人不敢插手 以阿三的实力我爷爷会有危险 我到底该怎么办 与此同时 围战也感应到了自己在剑神山上布置的阵法 受到了攻击 除了我就只有独孤 求败能够登上山顶了 他竟然去炼化那件地兵了 雷战没有犹豫 直接离开 朝着剑神山赶去 而混沌圣地 一方士气大增 此时阿三分身吸收圣丹后 战力大增 再加上顿物系统的帮助 很快就破开了阵法 进入山洞 阿三并不着急炼化帝兵 必须先把雷战引过来 这件帝兵以后再取也不迟 在太初圣地的 阿三本尊将古天一杀的节节败退 就在此时空中猛地落下两道雷电 朝着阿三和古天一轰击过来 受伤的古天一遭受天结 明显有些支撑不住 再这样下去 老祖必死无疑 我还是给古神医传训 让他自己做抉择吧 让李承帝下场 李承帝 你马上自展修为回到出窍境 去天结之中帮助天一老祖 这是不管我的死活了吗 我若今天死于此地 求拜会伤心吗 李承帝还是照做了 在大圣面前 他根本无力反抗 随着李承帝的加入 天结威力更大了 又来一个送死的 非常好 在阿三和天结的双重攻击下 李承帝和古天一受伤惨重 另一边雷战已经到达了 剑神山山顶 独孤求拜你帮我练化这件地兵 我可以收你为清传弟子 可惜我喜欢当代言 不喜欢当弟子 独孤求拜 你以为你投靠了太初圣地 我就不敢杀你了吗 当然不敢 你太想得到这件地兵了 而只有我能练化它 阿三分身故意在和雷战消耗时间 只要他不练化这件地兵 雷战就不敢离开 太初圣地的阿三本尊 在天结洗礼之下 变得更加强大了 古天一 该结束了 李承帝快救我 你自爆时空之体 就可以施展一门进招 杀了阿三 李承帝没搭理他 而是自行恢复伤势 抵挡雷电轰击 就在此时一座白玉塔 突然出现古天一上空 护住了他 在天结之中 准帝也无法插手 但帝兵可以 古神医回来了 我也该走了 然而至尊塔射出一道 光将阿三定住了 李承帝快杀死阿三 李承帝知道 自己攻击阿三消耗会很大 就没办法抵挡天结了 老祖 同事至尊体 你们要放弃我吗 古神一不为所动 没想到我李承帝 没死在敌人手里 反而被自己人给逼死了 李承帝 你再不出手 我请客间 就能毁灭李家 李承帝没办法 只能朝着阿三攻击 你的身体怎么会这么强 李承帝快自爆时空之体 你们李家会一直受到太出圣地的庇佑 记住你的承诺 李承帝自爆时空之体 撼动了至尊塔 阿三也因此脱离了束缚 李承帝你是在自杀吗 阿三下辈子再见 时空放逐 施展完这一招李承帝 伤势惨重躺在地上 李承帝 与其你死在天结之下 不如把时空之体交给我 时空之体虽然被自爆了 但也存在李承帝的身体里 就在此时一道剑王 朝着李承帝击射而来 岁月之剑 原来你是 在整个太出圣地 唯有他和独孤求败 修炼了岁月之剑 在李承帝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终于明白阿三和独孤求败 是同一个人 随着李承帝死去 古天一也没办法 继续吞噬时空之体了 阿三分身还在剑神山山顶 耗着雷战 雷战前辈 混沌圣地是什么情况 我们太出圣地赢了吗 阿三话音刚落空中 就吓起了血雨 天降血雨 有准地陨落 你们太出圣地应该输了 混沌圣地无恙 混沌圣地安全了 本尊成功了 阿三分身突然就倒地不起 你小子到底在干什么 随战连忙用神念 探入阿三的分身中 他的身体明明充满了 强大的生计 为何我感受不到 一丝灵魂波动 混沌圣地那边 在古神医逃走后 见白 金爵和叶卫 也纷纷逃跑 战组则趁机杀了 圣王宗的准地木器 战组发生了什么事情 古神医那家伙 为何突然退走 不好了战组 是阿三本尊 进入太出圣地 一定是他利用 急镜天劫逼的古神医退走 走 快去太出圣地 此时太出圣地的天劫 还在继续 有了至尊塔的保护 和丹药的帮助下 天一恢复了伤势 战组他们也刚好到来 古神医快交出阿三 否则今天就灭了 你们太出圣地 就凭你们两位准地 古神医 阿三呢 当然杀了 战组他们不敢相信 毕竟阿三是 他们混沌圣地崛起的希望 但太出圣地 确实没了阿三的气息 其实阿三是 进入了时空长河中 没想到时空之体 还有这一招 幸亏我击杀里程地后 通过某种 也获得了时空之体 竟然还可以将人 放逐到时空长河之中 阿三没想太多 又重新踏入了涅槃境 就在此时 阿三突然看到了 一道伟岸的身影 那竟是一尊大地 大地也感受到了 阿三的存在 准备将它抓走 这是天地 留在地精之中的权力 太厉害了 在这座长河中 阿三必用在 太出圣地击杀 圣人获得的 五万次顿悟次数 来提升时间 和空间傲益 可不久后 阿三就抵挡不住 时空之力的侵蚀 竟变成了一副骨架 伟大的阎罗帝君啊 请聆听我的祈祷 他恍惚听到一个人 要跟他签订平等契约 阿三在昏迷前签下了契约 青云镇张家的广场上 小辈们正在测试修为 我是张小凡 伟大的阎罗帝君啊 请聆听我的祈祷 第一级骷髅 召唤十一级 张小凡 你居然连一具像样的 骷髅战士都召唤不出来 注定是天生的废物啊 可就在此时 这个骨架 居然有了气息 张小凡 没想到你召唤的骷髅 居然还活着 这个骨架 正是阿三 他的元神 受到了重创 张小凡 带着阿三 回到了住处 阿三准备 吸收天地 灵气恢复身躯 发现根本没用 看来得先恢复血肉才行 可没办法吸收天地灵气 我该怎么办 不对 如果我能吸收妖兽的血液 也许能恢复生命力 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 我叫张小凡 没想到人如其名 阿三想和这个张小凡 合作一下 毕竟他们签订了平等契约 我可以帮你变强 张小凡惊呆了 感觉自己召唤出了一个大人物 因为就算高级骷髅 也没有智慧 而阿三可以 前辈赛上 请受晚辈一拜 和张小凡沟通后 阿三知道这里 是百万年以前的九霄大陆 前辈 你可有什么绝世武功 我忘了 我需要妖兽血液恢复实力 或许能想起来 前辈 我们家后除有 可那时给天才喝的 但是我带你去的话 恐怕到时候会受到责罚 你别担心责罚 只要我变强 你就会成为强大的召唤师 没人能欺负你 张小凡带着阿三 来到了厨房后面 这里有很多妖兽的血液 前辈您快点吸收 我替你把风 阿三随即开始吸收 很快妖兽血液 全被他的生命神体 转化为生命力 这一动静 引来了张家守卫 是谁 张小凡被张家 守卫逮个正着 阿三则悄然赶往 张小凡的住户 这些妖兽血液 还是太弱了 还得需要更强大的才行 现在阿三恢复了一些 对付普通的超凡境 不在话下 下一步就是恢复血肉 说不定等我恢复后 就能踏入超凡境 张小凡那家伙呢 不会被抓到了吧 此时张小凡正在被张家族长质问 张小凡快说 你半夜来厨房干什么 族长我只想找点东西吃 你这个废物真是气死我了 若非你父母对我有恩 我早把你赶出去了 族长 今年族内大币 我一定会夺得第一名 张小凡想到 有阿三的照顾 未来一定会站在巅峰 这可是你说的 你若得不了第一 就给我滚出张家 一言为定 前辈 您逃走的时候 为何不带上我 我要跟你绝交 那我刚刚恢复了一些记忆 想到了几门厉害功法 你还修炼吗 前辈 你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随即阿三将功法传授给他 张小凡进入了修炼之中 这小子这么快就进入修炼状态了 不会也有顿物系统吧 前辈 我还是没有半点进步 我吸收的天地灵气全都不见了 不见了 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前辈 我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我才觉了修道之路 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现在原神兽创 看不出你什么情况 除非我恢复实力 前辈 我们厨房被你洗劫了 我没办法帮你找来 央兽学业了 你带路 我们去外面猎杀央兽 对了 我给你传一步修炼身体的功法 虽然你不能吸收天地灵气 但可以让你身体变强 前辈 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随即阿三将石灵 七十二柱传授给了张小凡 百万年以前的九霄大陆 但凡有森林的地方 就有央兽 前辈 您快看 阿三一看 竟是强大的血狼 阿三随即开始吸收 张小凡见状 便开始吃这些狼肉 来提升自身力量 很快他就炼成了 十零七十二柱的第一柱 走 我们继续深入 张小凡 没想到你这个废物 居然敢闯这里来 不想活了吗 李小云 王雪 张小凡 废物就是废物 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雪儿 我们别和废物浪费时间 我已经踏入忌灵境 需要一头强大的妖兽 作为忌灵 不能在此地耽误了 别急 努力修炼 用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打败他 两人深入丛林 继续猎杀妖兽 一个月时间转眼即逝 前辈 我已经炼成了 第七柱 身体力量堪比动 天境修饰了 您恢复的如何了 我把能量储存起来了 等什么时候 可以恢复全部血肉时 再彻底恢复 化落空中 竟有一道烟花散开 前辈那是求救信号 有人遇到危险了 阿三和张小凡 立刻前往烟花所在的位置 是李萧云他们 他们死定了 这是双头飞龙的幼崽 是五阶妖兽中的强者 李萧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前辈 您去救救他们吧 你这也太心软了吧 前辈 李萧云是我最想要超越的人 我要变强让他活在我的阴影之下 好吧 我成全你 阿三一跃而出 一拳就砸死了这头妖兽 多谢前辈救命居恩 滚 晚辈这就告辞 滚 哎 好嘞 雪儿 刚才的那句骷髅感觉 和张小凡的那句一样 错觉吧 张小凡怎么可能召唤出 这么厉害的骷髅 消炎我们走吧 阿三得开始吸收 双头真龙的血液 张小凡 你不会还在喜欢王雪吧 放心吧前辈 好马不迟回头草 那就好 我去附近找双头飞龙的老巢了 你在这里吃这头妖兽吧 就在此时天地城上空 飞着金色的法指 其中一张就飞向了青云阵 原来是天地 要招收一名青传弟子 阿三根本不知道 外面已经沸腾了 这个山洞应该就是老巢了 好 杀了你们也算是为青云阵出害了 运气真不错 阿三即刻开始 吞噬他们的血液 人类竟敢杀我孙子 今日我要写图三千里 我得动真格的了 看着这头龙的气息 应该已经踏入了涅槃境 足够我恢复所有的生命力了 混沌领域 杀 阿三迅速催动生命神体 吞噬双头飞龙爷爷的血液 顿时阿三身上散发出神光 在他的内心深处 一座神秘门户 已经开启 喷发出汹涌的力量 奇怪这座门户怎么回事 竟然我的混沌体再度变强了 前辈 前辈你在哪 我在这呢 张晓凡顿时一愣 他没想到阿三这么快 就恢复了肉身 你来得正好 那里有三头双头飞龙 你吃了后能提升好几级 张晓凡连忙跑过去 去吞噬妖兽 现在我身体已经恢复了 但受伤的元神 却不能靠生命神体恢复 我该怎么办 前辈 我已经练到22柱了 恭喜你 你现在已经是出翘镜的强者了 那我岂不是超越了李霄云 不仅仅是超越他 你们阵长也只是出翘镜 但他肯定没你身体强 所以我是青云阵第一强者了 好了 别傻高兴了 让我看看你的身体情况 混沌领域 前辈 怎么回事 感觉好舒服啊 你吸收的是天地灵气 但你的体内却一滴天地灵气也没有 到底怎么回事呢 前辈 既然我无法修道 那我想继续尝试一下召唤师一脉 你可以试试看 伟大的阎罗帝君啊 在天地意志见证下 请聆听我的祈祷 地结平等契约 降临这个世界 突然地上倒下的妖兽站了起来 散发着黑气和死亡气息 前辈 我居然召唤出了古龙 这可是高阶的召唤物啊 张小凡的精神力竟然也达到了出翘技 将你的召唤修炼方法告诉我 召唤师分两种 分别是召唤亡灵和仙灵 我属于后者 阿三则盘膝而坐 按照张小凡的说法开始召唤 伟大的阎罗帝君啊 在天地意志见证下 请聆听我的祈祷 阿三脑海中出现了几道伟岸身影 与此同时阿三的元神在快速恢复 依张小凡所言 我只要观想仙神他们 就能提升精神力 所以我的元神才会恢复 照这速度 最多三个月我就能恢复元神 在阿三观想的时候 远在鬼族的一座神庙中石像 竟释放出黑色光芒 一位神卷成为了鬼神召唤师 我会尽快找到神卷者 让帝君降临 此时阿三也退出了观想状态 前辈 你观想的是哪一位鬼神 我观想的不是一位 是多位 怎么可能 走吧 我们先回青云镇 当阿三和张小凡赶回来的时候 发现青云镇外聚集了一些人 欢迎使者大人来到青云镇 传人皇令 天地欲收徒 你们青云镇可以选出十位天才 接受我的考验 通过便可随我入皇城 期限为三天 尊令 天地城要收徒的消息 很快就轰动了整个青云镇 此时张家组长正在宣告 我们张家名额只有三个 有自信的 现在就站出来 接受其他人的挑战 在我们张家年轻一辈中 我张坤坤 我张小菊 我张云鹤 只有我们三人达到了洞天井 其余人都在聚气井和神桥井 这三个名额注定就是我们的 有谁反对 我反对 你这个废物出来干什么 我说我反对你没听到吗 组长说了 只要是张家子弟谁都可以挑战你 好 张小凡 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阿三也站了出来 我要挑战张小菊和张云鹤 你俩一起上吧 张小菊看阿三这么狂 直接朝着阿三冲过来 但俩人却都被阿三打飞了 阁下是谁为何插手我们张家的族会 我是张小凡的三哥阿三 这次我除了带张小凡回去外 便是要以你们张家身份去接受使者的考验 组长知道阿三根本不是自己可以抗衡的 原来如此 你当然可以代表我们张家去接受考验 那么三个名额就由张小凡阿三张坤坤三人获得了 第二天三人就跟随张家族长去拜见那位使者 只要你们能够挡住我的气势围压 便可随我前往皇城 晕者便为淘汰 跨落一股强大的威压横扫而来 没一会很多人已经倒下 只有阿三张小凡李萧云和张坤坤还在坚持 不错就你们四人吧 只见使者大人伸手招来云雾 将阿三他们四人托起朝着天际飞去 敢问使者大人尊名 我叫周林山 小家伙你很厉害 连我都看不出你的修为境界 周前辈 我现在处于涅槃境修为忽高忽低 您看不出来很正常 原来如此 这次连人黄血脉都出动了 你还有机会争夺天地之徒的名额 至于他们三个就算了 以后就安心待在皇城学院修炼吧 周前辈 那您知道咱们人族有哪些厉害天才吗 肯定有初代 意思就是血脉浓郁 相当于亲儿子的后裔 还有荒谷圣体 苍天霸体等 对了 还有神卷者 就是在召唤师在第一次观想的时候 出现多位鬼神 他比初代还厉害 那我岂不是神卷者了 不过你别担心 神卷者一出现就会被仙族 鬼族或者魔族偷偷带走 那神卷者都是人族 我们人族不会保护他吗 我们人族如果先找到神卷者 就将其斩杀 避免敌对族多出一位强者 但他们总是有手段先我们一步找到神卷者 听到这里张小凡有些担心阿三 因为他知道阿三观想出了多位鬼神 三 三哥 闭嘴 阿三赶紧打断了张小凡的话 等我恢复原神后我再也不观想了 与此同时青云镇张家来了一位老者 你们家都有哪几位召唤是天才 他再没在这里 话落老者施展了功法 并守卫陷入了呆滞 张小凡 他被使者大人选中 前往楚国皇城了 人已经走了 只能等到下一次观想 才能定位他了 他离开几天了 四天了 四天应该来得及 一定要在他们进入皇城之前拦住他们 老者再次施展功法 让守卫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另一边 阿三他们到达了百战城 这里也有一些被选中的天才 将会和他们一起前往皇城 欢迎老周使者 大家光临我们百战使愿 老共院长好久不见 城主已经备下酒宴 你我先去赴宴吧 就让刘老师带着小辈在这里逛一逛 好 刘老师带着阿三他们 来到了几块大师杯前 这里是超饭镜以下所有级别的测力杯 几位天才是否测试一下 刘老师 先让我黎阳要给他们几个乡下人示范一下吧 只见十杯出现金色 大字出窍镜 五进领域 你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晋级领域吧 超越极限的天才并可踏入晋级领域 这是在给我们下马威吗 我来试试看 我当时什么天才呢 才一进领域啊 随后张小凡测出了二进领域 李萧云测出了三进领域 小兄弟你不去测试一下吗 算了 我怕打坏十杯 你放心这测力杯上有防御符文 就算是酒精领域也不可能将其打碎 我现在处于涅槃境 这里没有我可以测试的十杯 刘老师仔细感应了一下阿三的修为 的确如他所说 修为高算得了什么天赋才是关键 不如我们两个比较一下身体的战力 对付你这种垃圾 我一根手指就够了 养鸡犬 看到这一幕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好了闹剧该结束了 我带你们去网住处吧 阿三回到自己的屋子后 开始观想恢复原神 再有几个月 我的原神就能恢复 而这次观想引来了那位老者 神圈这观想了 他就在百战城内 等他们离开百战城 我就可以动手了 四日周林山带领阿三 他们和百战学院的学员 一起前往皇城 阿三兄在下武警山 在下唐小笑 突然周围传来 一股庞大的气息 瞬间出现一只只亡灵妖兽 朝他们杀来 老者则站在一头鼓龙上面 交出张小帆饶你们一命 这是来抓我的吗 我干什么了 是天境大能 大家聚集在一起 不要被冲散了 我去解决那个召唤师 只见阿三施展混沌领域 将那些小的亡灵妖兽笼罩 好让周林山他们将其击杀 他自己则召唤出一只鼓龙 朝着老者飞去 领域 没想到这只队伍中还有天才 只见老者一挥手 又召唤出三头鼓龙 哼 召唤再多也没用 阿三几拳 就将这三只鼓龙斩杀 你到底是谁 你身在涅槃境 还可以发挥出 如此强大的实力 难道是究竟领域的天才 废话真多 去死吧 鬼附身体 只见老者身上 出现一股强大的意志 逼得阿三不得不后退 小心 他在召唤鬼神意志降临 接下来鬼神会掌控 他的身体与你战斗 突然这位老者身上 散发出黑气 不好 他竟然召唤来了秦广王 是鬼族信仰的十大阎罗帝君之一 我观想中的多位阎罗帝君就有秦广王 本王在你身上感应到了熟悉的气息 你是神圈 阿三当即吹动混沌领域阻隔声音的传播 看来你不希望他知道你是神圈者的消息 因为一旦暴露你就要遭受人类的追杀 你废话太多了 凡人你以为只有你拥有领域吗 十八层地狱 阿三顿时感觉自己的混沌领域无法继续压制秦广王 即刻打开体内那扇神秘的大门 一股强大的力量喷发出来 你居然已经开启了门 门?什么是门? 你们人族只有那位天地正道之后才开启门 而你还没正道就开启了 你将会成为人族的第二个天地 我们绝不会允许第二个天地出现 你就等着鬼族的追杀吧 去死吧 随着老者倒下 秦广王的意识也随之消失 阿三开始吸收老者身上的生命力 最多一个月我就能恢复原神了 阿三我们必须得加快速度赶往皇城了 好 与此同时鬼族仙族和魔族都降下只一盏杀人族天才阿三 另一边阿三他们已经到达了皇城 在这里没有任何敌人能够入侵 而且在这里修炼还会是半功倍 阿三闭眼感受了一下 果然我的元神再有一个礼拜就能恢复了 走吧带你们去皇城学院 没一会他们就到了皇城学院四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使得阿三有些痴迷 开启灯雾系统 下一刻阿三脑海中出现一尊伟岸的身影 夸赞了他 这正是仁皇陛下 阿三退出系统 发现他得到了一门仁皇 传承仁皇三十六件 周林山则在一旁给大家讲解 皇城学院分为内外院 内院由七进领域以上的天才加入 外院由一到六进领域的天才加入 外院想要进入内院 要去内院通过考核 好了我要去回禀仁皇了 张小凡 张坤坤和李萧云 知道自己的天赋就直接去外院了 李洋药 唐小孝 你们两个是五进和六进领域 跟着我和武警山干什么 阿三兄我们去开开眼界 很快他们四个就来到了内院考核处 只见一位女子正在一掌拍飞一个外院弟子 不合格 下一位 这是郑家的初代郑雪 这可是皇城第一美女 原来内院考核就是接住郑雪的一掌啊 很快就轮到了唐小孝上台 可下一秒 她就被郑雪一掌击飞 李洋药也是如此 下一个是五进山 她是七进领域接住了郑雪的一掌 不错通过 接下来是阿三上场 郑雪一如既往朝着阿三一掌拍来 阿三身体竟然不动如山 就这 我看你还是再来一掌吧 用点力 放心 区区一个初代还伤不了我 好大的口气 阿三瞬间开启了门 增加力量 只见她的身体释放出金光 不错 勉强接近我的防御极限了 师兄 恭喜你加入内院 我是后来的 你叫我阿三师弟就行了 在内院强者为尊 你实力比我强 你就是师兄 你出来内院我带你熟悉一下 郑师杰 阿三师兄 我和你们一起去 郑雪带着阿三他们来到了一座石碑前 阿三师兄 这是潜力碑 这上面的名字是潜力最强的一百个人 不知如何测试 只要你滴一滴写在上面 潜力碑就会感受到你的潜力 自行排列 阿三取止残出一滴血液 只见潜力碑散发出炙烈的光芒 潜力碑将阿三的血吸收后 顿时散发出光芒 如此反应 代表阿三师兄绝对可以名列前五十名 我看见阿三师兄的名字了 只见阿三的名字已经排在第一了 阿三师兄 你底下的八个人是人王至尊 你可能会成为第九位人王至尊 你太小看我了 我是注定要挣到大地超越人王的存在 阿三师兄 我想成为您的追随者 跟随您征战天下 五师弟 你的天赋不差 根本没必要追随我 不 我对您的仰慕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您就收了我吧 阿三看五井山 这么有诚意 只能收下他了 随后正学带着阿三他们 来到了皇城学院的玲珑 阿三师兄 在这里修炼会事半功倍 等你要突破超凡镜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里冲破瓶颈 多谢正师妹指点 离开玲珑他们 又来到了藏书阁 这里包含了我们人族的所有功法和神通 看完这些功法和神通 应该足够我完善宇宙见点了 正师妹 听说你今天手关发现了一位厉害的天才 原来是王恒师兄 你刚从五族战场上回来就听说了 消息真灵通啊 王恒眼眸扫视而来 披着一头蓝色头发 代表了他是王家族的初代身份 想必这位师弟便是正师妹发现的那位天才吧 正是在下 王师兄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当 只是想提醒你几句 在这内院里最不值钱的就是天才 希望你继续努力 王师兄你刚回来 肯定没发现 现在钱力碑上的第一名 正是阿三师兄 这怎么可能 正师妹阿三师弟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随后阿三和武警山告别了郑权 来到了一座洞府中 只要我的原神恢复 涅槃节应该就结束了 另一边王恒 折到了钱力碑这里 第一名 这是何等的潜意啊 这下我们楚国第一天才 楚一刀有对手了 不错 楚一刀这下有对手了 我早就看他不爽了 此人正是周家的初代周九天 我也是 现在有了阿三这个妖孽 希望他能押服楚一刀 此时楚一刀 正在人皇宫外和老祖谈话 一刀 我原来认为 你最有可能成为天地的徒弟 但现在我才知道天地早有选择 他选择的人叫阿三 老祖 阿三是谁 他刚加入皇城学院 他不仅在钱力碑上排名第一 还开启了门 楚一刀 简直不敢相信 他努力这么多年都没能开启门 也好 有这样的对手会让我变得更强大 你现在去找他了 他还没踏入超反境 不是你的对手 我去武足战场图圣几刀 这一战我等他 一晃半个月已过 阿三终于恢复了原神 我该去玲珑突破超反境 到达玲珑后 阿三盘膝而坐 吹动混沌领域 并打开了体内的门 开始吸收天地灵气 而在玲珑修炼的其他人 都感觉到灵气被人掠夺 到底是谁在跟我初代吴超祖作对 吴超祖看出神 念他发现有人正在突破超反境 吸收这么多天地灵气 都足够抹冲击天境了 到底是何人 吴超祖随即来到了玲珑外 他发现外面还有其他弟子 你知道里面的人是谁吗 听说他叫阿三 在潜力杯上测试排名第一 吴超祖心中无比震撼 在玲珑里的阿三 终于冲破了瓶颈 一口气达到了超反境巅峰 仙族 魔族 鬼族 你们就等着受死吧 阿三出来后 吴超祖连忙上前打招呼 在下吴超祖见过阿三师兄 你就我小吴或者阿祖就好了 在下阿三 出来乍到还请多多请教 阿三师兄不敢当 您在潜力杯排第一将来有可能成为人皇 吴师弟乃是初代 将来实力也不可限量 就这样俩人互相吹捧着去藏书阁了 此时正学 王衡和周九天正在一起聊天 启禀郑仙子 阿三在冲击超反境的时候 抢夺了灵气 导致吴超祖没能冲击天境 下去吧 我们快去看看吧 万一打起来就不好了 另一边阿三和吴超祖 刚好到达藏书阁 阿三师兄这个藏书阁分五层级别攻法 第五层最厉害 是由人足三位人皇和八位人王至尊 共同推演的攻法 吴师弟 你修炼第五层了吗 第五层需要很高的悟性 连处一刀都没修炼成功 我更不行了 我顿悟次数超过了五万次 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 在花费一万多次顿悟后 阿三将前三层的剑道功法全学会了 很快他们来到第四层 阿三拿起楚人皇的众生刀和烈阳人皇的浩天神功就开始修炼 在顿悟中只见阿三身后出现一个巨大的光环 这号天神功简直是天下至刚至阳的绝世功法 对付那些妖魔邪魔最管用了 太厉害了这么快就练成了两门功法 三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阿三没理他 又修炼起了剑尊 传承斩天 修炼完成 没想到这个斩天竟然可以凝聚剑魂 阿三想到这 就把宇宙剑点中的七种剑道 全都融入在剑魂之中 在阿三心念一动的时候剑魂就会随时出现斩杀敌人 吴师弟我们去第五层吧 三哥请 刚好郑雪他们也赶到藏书阁 他们不仅没打架 竟还一起来到第五层 难道要修炼三皇之尊功吗 话落阿三他们笑着从里面出来了 三哥 你如今刚炼成绝世神功肯定要闭关一次 等你出来后我们再聚 阿祖 你太客气了 这时阿三和吴超祖才注意到郑雪他们 你们三个来这里干什么 吴超祖刚才听你叫阿三三哥 你们结拜了 我三哥潜力背排行第一 你第三十三 我不叫他叫你啊 你个小喳喳 几位别吵了 我刚刚突破 有些感悟 就先回去闭关了 三哥等我 等我冲击天境后 我们一起去五族战场 你们说 阿三师兄到底练成三皇之尊功了吗 那谁知道 其实阿三着急出来 是想来外院找张小凡 三哥 您找我来有什么事 你不能吸收天地灵气 我怀疑是你体内有封印 我现在元神已经恢复 说不定可以帮你解开封印 你就能踏入修炼一道 三哥 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阿三随即探入神念 不出所料 真的有封印 阿三立刻催动元神 冲击封印 很快封印破碎 张小凡身上出现一股强大的混沌之力 三千大道逃影 竟出现在他身后 混沌体 竟然是天生的混沌体 在九霄大陆历史上 只有一个是天生的混沌体呢 就是混沌圣地的祖师爷 传说中的混沌大帝 祖师爷就是张小凡 张小凡就是混沌大帝 我竟然让祖师爷管我叫三哥 三哥 三哥 你以后别叫我三哥了 叫我阿三兄 阿三兄 你是老大 我都听你的 阿三解除张小凡的封印后 准备将混沌精传给他 这门功法叫做混沌精 正好适合你的混沌体 阿三兄 我并没收到任何信息啊 突然空中风云色变 雷电直接击中阿三的元神 竟然真的有天法 因为混沌精是祖师爷创出来的 现在祖师爷还没创出来 所以阿三不能说 阿三兄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先传你一门大圣功法吧 空中的天法 随着阿三不再透露混沌精的消息 而消散 回到内院的阿三 仅仅一天时间 就将元神恢复了 没想到张小凡就是祖师爷 难怪在换魔塔的时候 祖师爷叫我阿三兄 阿三不再纠结此事 而是进入顿悟状态 将宇宙见点修炼圆满了 奇怪 为什么我有一种动物系统 会离我而去的感觉呢 看来我得继续修炼三皇之尊功 这门功法只有一个优点 便是能提高人的悟性和智慧 有了它我就不会完全依赖动物系统 就在这时楚国皇城外 出现两个披着黑袍的男子 上次秦广王发现了一位 开启门的神卷者 我们绝不能让他成长下去 转龙王 你硬气倒是不错 居然让你找到了一位神卷者 才让你的一丝神魂降临此界 九天玄女 以你的修为怎么可能降临这个世界 我自斩一刀 跌落到大罗金仙 境界自然就可以 随着他们进入皇城 又来了两个人 阿修罗殿下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 这次鬼族的使者是转龙王 仙族的使者是九天玄女 知道了 我们也快进去吧 阿三此时还在洞府内 思考如何创出 属于自己的绝世功法 三哥 不好了 仙族鬼族和魔族 都有使者前来 说要挑战我们学院的天才 三族使者 听到这个消息后 皇城学院的院长 楚正风也出来了 你们三族都是人族叛徒 居然还敢来挑衅 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们吗 既然你想要杀我们 那我们就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们学院和我们 同境界的天才出来 我们宫廷厮杀 不错 楚院长你一下如何 好 那我就承承你们 院长交给我吧 你们三族叛徒找死 今天此地便是你们的目的 找死 抄组 不用看了 他没死 我堂堂阿修罗不屑于杀死一只蝼蚁 无抄组伤势 坦住 短时间内恐怕难以恢复了 此时阿三和武警山 刚刚赶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谁干的 就是那个人 他叫阿修罗 你就是阿三吧 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秦广王的气息 此时九天旋鱼和转轮王 也朝着阿三 看来眼里满是杀意 楚正风才明白 这三族使者就是朝着阿三来的 你们不就是想要杀我吗 告诉我你们真正的身份 我就与你们一战 本王是转轮王 十殿阎罗王之一 执掌轮回生死 随后阿修罗和九天旋鱼 也依次介绍 听了他们的介绍后 阿三发现这个洪荒世界 应该不是他所了解的 那个洪荒世界 阿修罗 你打伤我兄弟 不把你打残我就不叫阿三 楚正风刚想阻止阿三 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 传入他的耳中 交给阿三处理 这正是仁皇的命令 阿三 你真是大言不惭 只有你会用刀吗 众生之刀 小子 我不会放过你的 突然一道金色的指芒射来 瞬间就将阿修罗的 这一丝神魂秒杀 是仁皇 九天玄女和转轮王 看到阿修罗被杀 全都露出忌惮之色 既然说了那就别想保住这一丝神魂 转轮王 下一个轮到你了 你不用压制修为直接来吧 小子你太狂妄了 六道轮回 阿三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直接祭出剑魂 将转轮王秒杀 九天玄女到你了 等下次在五族战场遇到 再杀了你呢 阿三你今天干得不错 给我们楚国扬威了 我会禀报仁皇陛下 为你论功封赏 殿长过奖了 我只是杀了两个天晋的小人物 那两个神卷者可不是小人物 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他们就能成为大地级别的强者 有道理 不知道他们这些神卷者 在红荒世界的修炼等级 和我们这边有什么不同 阿三随后告别了楚院长 来到了唐书阁 在大罗金仙上面有准圣和圣人 甚至到祖红军都超越了圣人层次 那应该是什么级别 很明显 红荒世界已经冰上了 九霄大陆所在的世界 难道混沌大地在仙路 就是在对抗红荒世界 阿三师兄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只是在好奇 那些天外之人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阿三师兄 我了解一点 很久之前有人在修炼的时候 听到了冥冥之中的话语声 他们自称为仙人和仙灵 并传下观想修炼的方法 这才造就了召唤师一脉 刚开始他们还很友好 但自从有了神卷者 他们就可以降临这个世界了 然后他们就带着一部分人退出人族 从而形成现在的鬼仙 可恨的是他们还想要占领我们这个世界 不错 如果在五族战场遇到他们 一定要杀了他们 阿三了解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洞府中 我要将修为提升到超凡 晋级晋乃至天境 阿三想在回到他 那个时代之前 最起码要成圣 才能和太初圣地 以及军家大敌抗衡 此时离开的九天旋雨 刚刚跨过楚国边疆 既然来了 何必急着走 只见一道金色光束 激舍而来 在他面前凝聚出一具金灿灿的身影 这正是楚国的人 黄是三位人族之黄之一 人黄楚 怎么 你堂堂人黄想要舍下脸面 斩杀敌国使者吗 你真是使者这么简单吗 再说了此地不属于我楚国将有 杀你无妨 盗祖红军正在练跑洪荒世界的本源 一旦成功就会成为永恒的存在 那时候他就可以轰开我们这个世界的屏障 我们人族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一位将军站在阿三的洞府外 封人黄旨意 从阿三为人族侯 赐号武 亲赐 杀俩神圈者就封侯了 要是别人知道我也是神圈者 恐怕就有人来杀我立功了 武侯大人 你可以不用任职 还在皇城学院修炼即可 此外人黄还赐予你一座武侯府 就在学院附近 谢过人黄 阿三封侯消息 一出正学他们前来祝贺 刚刚天地城传来消息 想要成为天地的徒弟 必须去武族战场 斩杀三位神圈者 或者妖皇初代 才有资格进入天地城 进行下一步考验 但是只有内院的弟子 才能参加 数日后一群内院的弟子们 在学院门口集合 准备一起前往天地城 张小凡 你怎么来了 这位祖师爷不是在外院吗 外院不允许进入武族战场了 阿三兄 我昨日便通过了考核 进入了内院 而且我已经到达了纪灵境 还修炼了一门人皇权 张小凡 你瞎叫什么 阿三兄是你能叫的吗 叫三哥 阿三没理会武警山 而是看向张小凡 你修为太弱了 等到了武族战场 先夺取一个纪灵 然后再前修一段时间 阿三兄放心 虽说进入武族战场后 会被传送到武族战场各地 但我们到时候 会帮助张师弟的 这个时代的人族 真的是万众一星 好 我们走吧 很快阿三他们 已经到达天地城外面 三哥 只有圣人才有资格 进入天地城 我们只能在这里 等武族战场开启 好 原来是列阳北国和北山国 皇城学院的人呀 三哥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是孙飞飞 他是李长海 这位是钱力 这是赵强 吴兄这位是 这是我三哥 我们三个学院的 钱力碑是同源 你们没发现钱力碑第一名是阿三吗 原来这就是阿三师兄 在夏赵强久仰阿三兄大名 两位客气了 这个赵强不会是赵无极那家伙的老祖宗吧 在等待之于他们商量对策 几人共同决定用天节攻打先祖驻地 随后阿三在一旁修炼准备 冲击超凡境极境 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 众人明白这就是武族战场 三哥我们先祖驻地见 张小凡小心点 很快这些天才全部进入 他们会被随即传送到武族战场各地 但阿三却被直接传送到了先祖驻地 有的心 阿三没犹豫 直接用众生之刀将他们击伤 由我圣人坐镇 岂敢放肆 很好 我今日便屠胜 你到底是谁 拥有这样的天赋 肯定不是无名之辈 阿三没说话而是继续催动剑魂 很快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 将这两名圣人吞噬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快召唤仙人降临 突然一道白色的光柱 从天而降 阿三隐隐约约看到了一具身影 这里便是那座未知的世界吗 好浓郁的灵气 一点不比我们洪荒世界差 这是真正来自洪荒世界的仙人 难道他可以踏足此界了吗 不 应该也是有限制的 你是天庭的仙人 你居然还知道天庭 我的确是天庭巨灵神座下的一名仙将 那你肯定被猴子打过 你敢笑话吗 混沌领域 斩先 你居然掌握了时空和混沌法则力量 那我更不能让你活着 看来还是要动用极尽天杰对付他呀 话落空中出现磅礴的结云 对于仙人来说 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天杰 这个蝼蚁居然引来了天杰 想逃 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或许会放过你 你问 你们洪荒世界有几位天道圣人 都是谁 有八位 仙人为了活命 全都告诉了阿三 好了 接下来你就跟我一起度劫吧 你竟然说话不算话 因为有仙人的存在 天杰快要达到了大圣级别 一道道闪电 不断降落在仙人身上 导致他受到重创 而阿三这边 开始催动九转雷体磨砺自己的身体 不知道剑魂能不能被天杰磨砺 雷电被我的剑魂吸收了 这样我的剑魂杀伤力更大 强大的天杰 在五族战场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 仙族的驻地那边好像有天杰 难道除了我们还有其他人 利用天杰攻打仙族 在战场的另一个地方 楚一刀也发现了天杰 难道是赵强引来的天杰 我得去仙族驻地找他 此时天杰已经接近 鬼声空中节云 在慢慢消散 阿三浑身充满了力量 就连剑魂都变得无比强大 走你 随着仙人被阿三击杀 仙人体内涌出一股特殊的力量 这就是仙人的法力吗 阿三吸取了一道法力 他在其中感应到了天道的气息 天道之力包含无数法则奥义 正好用来吸收我的法则奥义 剩下的来提升修为 阿三随即盘系而坐 进入顿悟状态 一边炼化一边吸收 很快阿三领悟了诸多法则奥义 修为也迈入了下一个境界天境 这下我可以掌控天地之力了 只要不遇到大圣巅峰以上的强者 没人能杀得了我 紧接着阿三又催动灵气 将仙人内把仙剑炼化了 此时张小凡他们也到达了仙族驻地 看到被灭掉的仙族驻地 大家都惊呆了 三哥原来您已踏入天境 难怪可以覆灭整个仙族驻地 我运气不错 直接就给我传送到了这里 刚好我就利用天结灭掉了他们 你们人族居然把仙族驻地灭掉了 有点本事 不愧是我们妖族的写识 三哥这是黑龙族的龙族初代 实力堪比处一刀 赵强剑壮 直接召唤他的极境天结与织一战 只见空中再次布满节云 极境天结 我又不是没渡过 再来一次又何妨 我们三个也去帮忙 四大人王家族的初代一起 联手对付黑龙 但黑龙依旧占据上风 你们人族已多欺少 当我们妖族无人吧 是神兽金翅大鹏 邓雪刚向迎进 就看到一抹仙光将金翅大鹏秒杀 原来是阿三出手了 黑龙见状直接朝着阿三出杀过来 人皇权 人族居然有你这样的强者 你究竟是谁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族而已 我叫赵无极 赵无极 很好 我记住你了 这次黑龙爆发出浓郁的血气 就在此时阿三儿中传来无超组的声音 三哥 他现在有龙皇之力的加持 您要小心 阿三没多想挥动金色拳头与黑龙激战起来 黑龙终究被阿三压制 黑龙 给你一个机会 做我的坐骑 我便留你一命 你简直是在痴心妄想 黑龙刚想自爆 阿三瞬间就将他击杀了 黑龙被杀 一群妖族强者 死的死 逃的逃 小凡你过来 这东西给你 这可是龙族初代 用他当忌灵 绝对会让你在忌灵境更强大 谢谢阿三兄 小凡兄弟体质不同凡响 再加上这个黑龙忌灵 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废话 这可是未来的混沌大帝 张小凡则直接将黑龙炼化 并踏入了忌灵境急进 引来了天结 度过天结 张小凡又晋升到了觉醒境巅峰 来 小凡 把这个吸收了 这个黑龙的心脏堪比绝是神药 我不既然张小凡吸收后 他的混沌体 彻底展现出来 三千大道投影 贯穿天地循空 历经了三次天结 张小凡修为最终 达到了出窍境极境 这天赋也太恐怖了吧 小凡 不用压制修为 就在这里直接晋升涅槃境 在这里比较适合你度过涅槃境节呢 阿三兄 我听你的 既然如此 那你就离开吧 希望下一次见面你已经踏入了超凡境 这次毁灭仙族驻地 却没看到仙族的神卷者 三哥 估计他们听说你的实力不敢回来了 那我们就先去灭鬼族和魔族的驻地 最后灭妖族驻地 三哥 我们都听你的 随着仙族驻地 覆灭 其他势力 都知道人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天才 赵无极 什么 那帮仙族朝着我们鬼族驻地来了 尽管让他们来 他们连我们的防御战法都攻不破 听说赵无极斩杀了黑龙 龙族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龙族的黑龙王的确没打算善罢甘休 仙族小儿居然敢杀死本王的后裔 传令下去 并熬99极客前往五族战场 战杀一切人族 划落一条黄金巨龙朝着五族战场飞去 很快 阿三他们已经来到了鬼族驻地前 阿三直接凝聚出剑魂 将阵法轰出裂缝 鬼族内的神卷者无比震撼 真强啊 一个凡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实力 不对 他根本不是赵无极 而是上次秦广王说的那个阿三 此时阿三已经将战力提到提现 却还是没能彻底攻破阵法 这不是我们世界的阵法 应该是洪荒世界的强者不止的 三哥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以后再来杀他们也不止 因为阿三释放出来的威力太大 导致众人无法上前 你们先退后 我要再试一次 现在 未来 过去 这一招天外飞仙 可以借助过去未来和现在的三身力量 只见仙剑爆发炙烈的神光 一下就将阵法爆开 鬼毒族人被剑气全部斩杀 只有神卷者受到重创 纷纷逃了出来 你们快去追神卷者 别让他们跑了 三哥我们这就去 阿三没有追击 因为他的身体也受了伤 他在利用生命神体恢复伤势 幸亏我开启了门 刚刚才能勉强容纳大地的力量 真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啊 随着阿三的伤势恢复 他发现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融入在体中 难道是因为我融入了大地级别的力量 身体再度得到了精华 其实是阿三的肉身已经入圣 而元神还没有 恭喜阿三师兄再度突破 一点小突破而已 不值得一提 没想到这么快我就接近当年的雷祖了 等我元神入道 一步踏入圣人境界 实力还会长呢 就在此时 几位人王家族的初代也回来了 阿三兄他们全都被我们给活捉了 正好他们可以帮助你们恢复伤势 阿三随即吸收神圈者的生命能量 传递给赵强他们 很快他们四人的伤势恢复 阿三与此同时开启顿悟系统 吸收神圈者身上的法力 我修炼的十多种法则奥义都在快速进步 都非常接近入道 再杀一些神圈者 我轻松就能成圣 与此同时 在五族战场的某处 张小凡虚弱地倒在地上 在他旁边还有一句句 强大的妖兽尸体 好险 差点我就死了 不过为什么我的体内突然就多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让我变强了呢 原来是阿三攻击鬼族驻地阵法的时候 召唤了过去身的力量 而这股力量就是来源于混沌大地 所以张小凡这个主人 有所感应 得到了力量馈赠 张小凡恢复了一下伤势 收起妖兽的尸体 便离开此地了 另一边 阿三他们已经在前往魔族的路上 鬼族驻地覆灭的消息 再次在五族战场 传遍开来 阿三真是厉害啊 连灭两大驻地 原来楚一刀 当初赶往先祖驻地途中 在路上就听说阿三已经灭了先祖 随后他又得知阿三攻打鬼族驻地 他又赶往鬼族 可他又慢了一步 楚一刀 老九十九原来是你 你都成胜了 怎么还来五族战场欺负人 你们人族的赵无极攻破了鬼族驻地阵化 必然也是成胜了 他杀了我们龙族的初代 不也是欺负人吗 楚一刀你我都是初代 但你若不成胜难以与我匹敌 既然如此 那我今日便成胜 跨落空中就出现磅礴的劫云 而这一现象引起了阿三的注意 有人在渡击近天节 好强的刀翼 难道是楚一刀 应该就是他 看来他是遇到对手了 不得不引来急进天节 我们要去帮他吗 不必了三哥 那家伙狂得很 我们要是去帮他 他反而还得不高兴 这可是你说的 另一边魔族的人们开始研究赵无极 赵无极将鬼族的阵法都破了 说不定他是某位已经成胜的人皇初代 你们说说我们怎么挡住这个赵无极 他们人族无耻 竟派成胜的人皇初代前来 那我们魔族也可以请成胜的神使大人过来 已经迟了 之前我们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现在再去叫人已经来不及了 那我们就合体 修为就会达到圣人层次 或者是圣人巅峰 难道还不能对付那个赵无极 其一人一起沟通魔界 召唤一个羞罗战将 相当于这个世界的大圣 也好 两手准备 就不幸赵无极能够翻天 此时阿三他们一行人 已经到达魔族驻地 诸位 准备战斗吧 阿三兄等你破开阵法后 你去杀那些神圈者 其余的交给我们 好 阿三将剑魂聚集完剑士 直接劈向了防御阵法 只见阵法直接破碎 阿三进来就看到了圣人 正在召唤洪荒强者 你们就召唤吧 这正是我想要的 一旁的神圈者 看到了阿三 你就是赵无极 不错 我就是你吉爷爷 神圈者剑壮 直接开始合体 合体后的凶罗战神 非常强大 愚蠢的凡人 去死吧 浩天神功 你们好歹也是洪荒大能 没想到居然这么有 跨落不远处 有一道光柱冲天而起 小子 虽然我们不能本体亲自 但我麾下的修罗战将 却可以降临 你就等着死吧 要死的是你 阿三直接将这些神圈者击杀 开始吸收这些人的法力 同时也开启了 顿务系统参悟奥义 突然阿三身上气息暴增 原来是一举达到了天境巅峰 魔族的圣人 怎么还没召唤出洪荒强者啊 洪荒之人可以降临此界 那我们能不能前往洪荒呢 谁是赵无极 只见光束中 隐隐看到一具 身穿黑色战甲的男子 缓缓出现 赵强周九天 你们去把魔族圣人杀了 看来你就是赵无极了 阿三感受到修罗战将的确很强 五行剑阵 下一秒修罗战将就被剑气所淹没 这是赵强他们已经解决完圣人来帮助阿三 你们听我的组成阵法 对付他 很快阿三将五行剑阵阵法传给赵强等人 赵强负责领悟金之奥义 郑雪负责领悟水之奥义 王衡负责领悟火之奥义 孙飞飞负责领悟墓之奥义 阿三自己支撑帝之奥义 如此一来阿三就将几人的力量毁于一身 只见无数剑气 连连不绝地射向修罗战将 你们倒是有点本事 可惜这剑阵太差了 有了这血色连台防御 你们伤不到我分毫 这血色连台只差一步就成为帝兵吗 如果我能得到它 未来杜劫阵道之后 它便是真正的帝兵 阿三很快将剑气聚集到一起 堵成一柄五彩神剑 杀 空间瞬移 阿三趁机召唤出时空长河 未来神 现在神与自己身体融合 气息瞬间变强 下一秒又一个神灵走了出来 与阿三再次融入 怎么可能 这是过去的力量 过去的它怎么会这么强大 天万非先 与此同时天地长中 射来一道银色的光芒 人族 你们是不是派强者进入五族战场 我们人族并无大圣以上的强者 进入五族战场 有的话你们都会察觉 的确 那可能是其他族在召唤洪荒强者 另一边阿三 因再次融纳大地的力量 导致自己再次受伤 三哥你没事吧 无碍 我很快就能恢复 阿三随即开始吸收 修罗战将一散的生命能量和法力 对了 差点把这东西忘了 先炼化了它 下一秒 阿三就发现在血色连台里 有一股元神力量抵挡住了它 修罗战将已经死了 怎么这东西还有主人 也许此物并不是修罗战将的 而是另有主人 三哥以你的天父天地 肯定选你为亲传弟子 那时宁可以请天地 帮你抹掉里面的元神 你说的对 我伤势恢复的差不多了 我们该去摧毁妖族住地了 在前往妖族的路途中 阿三他们发现了受伤的处一刀 看你的伤势不是敌人造成的 而是你施展了某种近招导致的 你就是阿三吧 你实力很强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处一刀你已经成胜了 谁还能把你逼得使用近招 是嗷99 阿三杀了龙族初代 他是来报仇的 被我意外遇到了 阿三听后 即刻用生命神体 帮助处一刀恢复伤势 仅仅一日 处一刀便恢复了 跟随阿三他们一起前往妖族住地 阿三兄你是不是已经开启了门 不错 但是我不知道门代表着什么 据我所知门一共有天地人三座门 这三座门各有不同 开启天门就能够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开启地门可以获得无尽的力量 阿三兄应该就是开启的地门 我的确有着用不完的力量 最后便是最宝贵的人门还可称为道门 它可以提升修为 然后献祭万物生灵会得到大道的反馈 从而进入盾物状态 这个人们怎么和盾物系统有些相似 可我的盾物系统不需要献祭东西也能开启 而且我没开启门的时候就有盾物系统 这到底怎么回事 阿三他们一行人很快就到达了妖族住地 妖族竟然设置了两层阵法 阿三兄你那近招应该只能发挥一剑吧 既然如此你我联手 我先来你抓住机会 阵法撼动了一点 换我来 第一层阵法轻易就被弓碎 随后两人各自盘膝而做恢复元气 就在这时 妖族住地内的强者已经被震惊了 再这么下去第二层阵法迟早也会被破 我不能坐以待地 赵兄楚兄有话好说 要不我们去谈一谈 不必了 如此没有胆气的废物还是直接载了好 我对他比较感兴趣 你是嗷九十九 赵兄果然霸气不凡 您教我小嗷就行 小嗷啊 虽然你我一见如故 但你我两族本是天敌 若你愿意投降当我的坐骑 我可以放你一马 赵无极你简直欺人太甚 有本事破掉我们妖族阵法再说 很好 话落阿三剑魂冲天而起 楚一刀也在凝聚剑士 熬九十九看到这一路 立刻让手下献祭精血 协助他召唤龙皇分身 伴随着妖族强者 献祭精血 空中隐隐出现一条金龙的身躯 我们快破掉阵法 依旧是楚一刀 先出手 阿三后出手 只见巨大的阵法 瞬间就被击破 就连一些妖族强者被剑士斩杀 就在此时龙皇的分身 已经凝聚而出 杀 换我来 狂话 混沌拳 果然龙皇分身 随着精血消耗力量在不断下降 该结束了 看到这一幕 保九十九世纪大殿 赵兄有话好说 就算我当你的作息也不是不可以商量 没想到你这么怕死 那你别抵抗 让我种下剑印 赵兄你清点 你记住 我叫阿三 灭掉妖族驻地后 阿三带着一行人 离开了五族战场 回到了天地城前 阿三兄 只有圣人才能进天地城 那我们就先到此了 三哥保重 你一定可以成为天地的亲传弟子 诸位也多保重 有空我去看你们 楚兄 楚一刀 这两位正是 列阳国和北山国的人皇家族初代 想必这是阿三兄吧 阿三兄久仰大名 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 两位客气了 你们知道最后一关的考核是什么吗 说是让我们去一座庙 找一个叫做齐天的和尚 谁能够得到他一根头发 就能成为天地的亲传弟子 因你们的实力 就算和尚是大圣 你们也能做到吧 只见列阳公和北山天雄 一脸尴尬 两个百持 居然连一个和尚都对付不了 你闭嘴 阿三要不要我帮你去探探路 一个和尚而已 我帮你弄来一根头发 等我拿来头发天地 肯定就说我为亲传弟子了 阿三兄既然 熬九十九这么有信心 就让他去吧 话若列阳公 就带着熬九十九 去那座庙了 这下熬九十九要出苦头了 不瞒两位那个和尚非常厉害 我和列阳公联手 都被他一巴掌拍飞了 就在此时传出来 熬九十九的惨叫声 我们过去看看 抵达那座庙后 阿三顿时愣住了 这座庙正是当初 我在天地城 看到自己石像的那座庙 那么我能够来到这个时代 发生这么多事情 是不是一切都来源于这座庙 此时熬九十九 已经疼得大汗淋漓 主兄阿三兄你们看 仅仅一巴掌熬九十九 都无法支撑这股痛感 是不是不碰他的头发 我们就不会挨打 没错 但这个和尚很古怪 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但你问他的话 他未必会回答 只见这个和尚 坐在蒲团上 头上只有一根头发 你们说魔和佛 有什么区别 你老整天问这个问题 我们回答完您又不说话 您的实力 我们都不是您的对手 这算什么考核啊 此时熬九十九 已经恢复并缩小龙体 你们两个白痴 他老人家不回答你们 说明你们的答案不对 你只是阿三兄的坐骑 用不着你插嘴 哼 你们人族常说以慈悲为怀 谁说慈悲就为怀了 你们人族烧 我们妖族弟子还烧吗 好了别吵了 我们彼此没对错 只是身份立场不同 在我眼中 我就是佛尼奥九十九 就是我 前辈我可有说错 众生平等 楚一刀认为 自己回答对了 于是探向 齐天和尚的头发 可下一秒 就被打飞了 齐天和尚 开口说话 说明楚一刀的回答 很接近正确答案 前辈我觉得 我们妖族和人族 没对错之分 都是为了生存 前辈你说对不对 齐天和尚没回答 显然是错误的 我知道答案了 其实齐天前辈 早就告诉我们了 佛本是魔 魔义是佛 既然众生平等 那么这两者没有区别 就在此时 齐天和尚身影 越来越虚 直到消失 只留下一根 头发悬在半空中 阿三拿过头发 发现颜色竟从黑色 变成金色 看起来像极了 妖兽的毛发 真是奇怪 阿三刚想问大家 才发现北山天雄他们 全都陷入了静止状态 你们怎么了 他们无碍 我只是停住了 这座庙内的时间流动 你既然已经通过考核 便是我坐下的 第四名弟子 这是天地 阿三消失后 这座庙内的时间 恢复了流动 阿三兄呢 莫非是天地来过了 肯定是 好了 本楼也去外面等阿三了 我要回去参务叨叨了 就算没能成为亲传弟子 未来我也不一定比阿三若 好 我们就此分别 他日正道后 再来与阿三兄一站高下 此时阿三 已经来到天地城内的 一座宫殿中 阿三拜见师尊 好 从今天起 你便是我第四个徒弟 师尊 别人收徒都有见面理 不知师尊给徒儿准备了什么 你这臭小子 我的天地经一分为三 你身上已经有前两部功法的气息 这第三部算是我给你的见面理吧 阿三一阵 连忙查看自己的身体 师尊 我怎么打不开这本地经 时空大道乃是天境 晋升天尊之道 等你以后看入天地境界 自然就可以打开 此时参悟对你接下了的修炼很不利 阿三听后恍然大悟 师尊 不知正道大地后还有哪些境界 大地只是开始 还有天地天尊不朽借助和最终的永恒 师尊 您踏入不朽后 可以抵挡住一世界的强敌吗 没那么容易 你能够从百万年以后的未来而来 显然我已经成为了不朽 看来师尊知道我是来自百万年以后了 你以为你一个弱者 能跨过时空长河而来 是未来的我用天地经三送你过来的 还有你那个顿悟系统 也是我的人们所化 阿三被惊呆了 你小子别太依赖人们 否则你始终达不到未来的我 那个境界 是 师尊 没想到我的顿悟系统 这最大的底牌都是师尊送的 阿三准备借此机会 问一下天地关于门的事情 师尊 我已经开启了地门 你那不是地门 是我送给你的人们 只有正道后才能开启三门 你现在这点修为也配开启门 师尊 我有用不完的力量 难道不是地门吗 您刚才说顿悟系统是人们 怎么又说我体内的门 还是您送我的人们呢 因为你所谓的门 是顿悟系统的本尊 它们是一体的 被称为人们 以前你肉身不够强 所以没显现出来 你那门中的力量 都是我储存在里面的 你若是用完了 你就得靠献祭 才能进入顿悟状态了 原来我什么也不是 我感觉自己就是个笑话 你也别泄气 你能获得我赐予的人们 也是你的机缘 师尊 我想回家 回到百万年以后 你当然要回去 因为在这个时代 你根本无法突破天境 踏入圣人境界 不过你可以等 度过了寂静天节 踏入半生后再回去 这两样东西你收下 师尊 这是 这个金色圆球 是龙皇给的龙珠 用来换取熬九十九的命 只有正道的五爪金龙才有 因为你离开这个时代后 无法带走熬九十九 我就和龙皇做了交换 师尊 这也太划算了 这个银色光球里面 储存着我在每个境界的修炼心得 对你会有帮助 多谢师尊 那位已经走了 你就住在魔佛寺吧 师尊 那位叫齐天的和尚 不是您的分身吗 他是一世界的最强天道圣人 也是我在一世界唯一的朋友 什么 那不会是猴哥吧 随后阿三告别了天帝 来到了魔佛寺 阿三你回来了 怎么样 天帝是不是很高大威武 少废话 天帝联系你们家龙皇了 他已经把你赎回去了 你可以走了 没想到天帝居然饶了我一命 那本龙就告辞了 等一下 我留个龙爪当作纪念 哼 天哪 坐在这个蒲团上 竟然接近了无限顿物的状态 我若带回去给雷祖他们 岂不是可以参悟大宝 阿三随后拿出记忆球 开始催动元神 神念叹入其中 他发现天帝 当初在寄灵境寄灵的也是自己本身 这样才会更强大 这个记忆球果真是一件质宝 我要把它传承下去 这里面的力量有一股低微的磅礴气息 我无法操控 但是换成准地呢 是否可以用来催动地兵 阿三继续闭关 修炼 利用盾物系统 将宇宙剑道和混沌大道都提升到了入道层次 不知过了多久 阿三感受到自己已经达到了天境极境 我该出去杜劫了 阿三刚出来就看到一位老者正在铸造 就像是在万剑山庄的铸剑大师铸造圣兵一样 这位老者至少是一位准地 前辈 不知您铸造的是圣兵还是大圣兵 阿三公子你是天帝的亲团弟子 辈分在我之上叫我欧爷子即可 阿三公子 欧爷子是我们人族第一铸造大师 他铸造的兵器至少是准地兵 现在他的目标是铸造一件剑类地兵 阿三文言却想到了剑神山上的那柄七彩神剑 前辈真是厉害 您铸造的这把剑里是不是蕴含着金木水火土五种奥义 没错 您要是铸造最强地兵 我觉得还需要在里面加入时间和空间奥义才算完美 阿三公子所言即是 我这就去求见天帝帮忙 将此剑灌入这两种奥义 不对 剑神山山顶爱把剑不会就是欧爷子现在铸造的这把剑吧 阿三见欧爷子走后也离开了天帝城去渡劫 只见空中出现一片片乌云覆盖整个苍穹 突然一道雷电光柱朝着阿三轰击 我将雷阶存起来将来可以攻击别人 现在阿三的混沌领域已经可以储存一些力量了 很快天节过后阿三依旧注立在空中 这就是半圣境界 我的战力在大圣之中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阿三刚回到天帝城 耳中就传来天帝的声音 徒儿素来 来到宫殿后 阿三发现自己的师尊身影有些虚幻 师尊您这是 一时界那位道主修为有所突破 恐怕离永恒之境不远了 他刚才来到此界将我和龙皇都镇压了 我这具幻身也即将消散 什么 他的目的就是让一世界的强者联手打开通道 送强者来我们的世界 这个世界要彻底乱了 师尊那我还怎么回去 我现在被那位道主镇压 已经无力再送你回去 不过天帝经三里蕴含着未来的我的力量 完全可以送你回去 那就好 不过那种力量你无法操控 所以可能送你回去的时间不对 误差会很大 跨落天帝的身影越来越模糊 师尊您说点有用的办法呀 去楚国皇城学院 灵龙 那里有一具用我时空之力改造过的龙石 用龙珠复活他掌握他的力量 带你回去的时间会稍微准确一些 说完天帝彻底消失 该死的 偏偏这个时候入侵 阿三公子速速随我离开天帝城 这里将会有大地以上的战斗 你根本无法插手 阿三公子我就送你到这了 接下来你自己去楚国 我还用要是我们就此分别 老爷子 等您住好那把地剑后继的放在剑神山山底 我以后找找看你说的这个地方 不好 张小凡那家伙还在五族战场 我得去找他 五族战场的某处张小凡准备度过 最后一次涅槃境劫难 只差最后一次 我就能迈入超凡境了 现在的张小凡已经蜕变 解封了混沌体 突然五族战场上空 传来破碎的声音 这里有一个人族的逆神者 诸圣有灵 这个世界但凡不尽先生的修炼者 皆为逆神者当杀 这是一世界强者 怎么回事 难道这就是我的最后一次劫难 也罢 我张小凡本就不是一般人 来吧 小崽子们 今天就让张大帝送你们上路 此时阿三刚好来到了这里 阿三兄 三哥 快救命啊 众生刀 阿三兄真是厉害 听说你已经成为了天地的亲传弟子 恭喜啊 别废话了 阿三将大概经过告诉了张小凡 两人准备离开 是妖族 是异世界的妖族 阿三感受到了他的力量 这只飞禽行为达到了大圣巅峰强者 小凡 你先走 我先拖住他 随后我就来 阿三兄 快走啊 一个没成仙的蝼蚁力量都这么大 我的剑 我好不容易收集的对应五行剑阵的五把剑 竟然给我弄碎了四把 极尽天节 天节降临 阿三很快用混沌领域笼罩这片天地招来乌云模仿节云 随后将储存在混沌领域中的雷节全部释放出来 在洪荒世界的妖族最惧怕的就是天节 怎么可能 他竟然真的召唤来了天节 等他渡过了天节也就剩半条命了 到时候我再出手 这只傻鸟总跟着我 我得离开这里 再用血色连台解决掉他 原来天地已经将血色连台里的原神印记抹掉了 只见阿三穿过出路口 飞禽紧跟其后都离开了五族战场 阿三兄 我刚刚晋升到了超反径 我现在没空领你 阿三即刻催动血色连台 这是修罗族的夜火红莲 非修罗族大罗金鲜不可拥有 你怎么会有 关你鸟事 阿三兄跟我一样都是混沌体 他那么强 我以后也肯定这么强 此时飞禽 一直被阿三压制 最终一剑将其斩上 阿三兄 你简直太牛了 此地不宜久留 先回楚国 两人刚到达楚国 就被一个人拦截 你们两个试睡 前辈 我们是皇城学院的学员 我是阿三 他是张小凡 这是我的令牌 原来是阿三公子终于找到您了 快跟我回楚都 外面现在很危险 敢问前辈如何称呼 阿三公子您乃天地之徒 叫我楚狱即可 那你知道楚皇去天地城了吗 陛下早就去了 如今坐镇楚都的是太子楚阳 太子早已正到大地 所以您留在楚都很安全 阿三公子前面就到了 我还有巡视任务 您就自行入楚都吧 不过这段时间您不要离开楚都 因为一世界的修炼者迟早会打过来 我知道了楚狱前辈 到达皇城学院的两人 发现内院有圣人噤声的气息 三哥 阿三兄 你们居然全都成圣了 怎么不继续压制修为了 阿三兄太子殿下说了 只有圣人才能参战 我们只能选择尽快成圣 阿三感觉到有些羞愧 因为他得知洪荒入侵的消息 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 逃回百万年以后 好 今天我们就组成一个队伍 专门去前线猎杀入侵者 在场所有人眼神都无比坚定 阿三也准备为这个时代 出一份力后再回去 趁着入侵者还没打楚国 你们先去学习一些阵法吧 阿三兄 我才是超反径 我不能参战了 没关系 努力变得更强 也许将来人足就靠你了 随后阿三将混沌掌传授给张小凡 这门混沌掌比较适合你的混沌体 不过我希望你能钻研出属于自己的神通 张小凡很快就将混沌掌吸收 这个神通太厉害了 非常适合混沌体 好了 你自己回去修炼吧 多研究混沌体才是你的根本 我记住了阿三兄 阿三也回到了自己的洞服 先实验一下人们什么情况 人们献祭 阿三催动体内的人们将飞禽吞噬了进去 增加动物次数100万次 看来以后杀死敌人还是献祭给人们最好 阿三继续观察人们情况 竟然发现人们中传递出了这个飞禽的功法和法术 这岂不是说以后但凡被我杀死的敌人 只要我献祭了 他们的功法都会被我得到 那我去天地城那边捡大地尸体献祭 岂不是可以得到强者的修炼功法 阿三知道自己没资格去天地城 毕竟那里太危险了 只能留在洞府继续查看飞禽的功法 居然还有炼化宝物的神炼之法 与此同时太子楚阳正在楚国皇宫里 启禀太子殿下 已经有一世界的修炼者在边疆附近聚集 预计一个月内他们会攻打我们楚国 老五你带七成守护者前去边疆 是 启禀太子殿下 阿三公子已经回到皇城学院 他和内院弟子准备前往前线 好 老七 麻烦你保护阿三公子 是 大哥 另一边 阿三利用神炼之法 将血色连台炼化的 与他更加契合 有了此物 我就是货真驾驶的大圣巅峰强者 师尊让我去玲珑复苏大地龙师 如果配合这个龙珠 不知道会不会重现大地龙师的力量 阿三来到玲珑后 顺利进入到阵法核心 看到了那头金龙尸体 好强的地威 真的太恐怖了 阿三连忙将龙钟放在龙尸上 这样他就能驾驭这具五爪金龙尸体了 收 可惜没了这具龙尸 这个玲珑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 回到洞府的半个月 阿三依旧在闭关修炼 阿三兄 异世界的修炼者入侵楚国了 现在滇江什么情况 五皇子和十三公主带领守护者 挡住了大部分敌人 但小部分敌人还是进入我们楚国了 走 我们现在就出发 先清除侵入内的敌人 青木城的城池快抵挡不住了 我们先去哪 我比你们快 我先去 你们也抓紧 不出所料 青木城处于下风 在洪荒我们妖族弱 无法与你们人族抗衡 但是在此界我们却可以肆无忌惮 小的们 给我杀死城内所有人族 头领 女娲娘娘说不能对此界的普通人族出手 女娲娘娘他们又不能过来 只要我们不说没人能知道 一群畜生 今天你们全都要死 阿三即刻催动血色连台 与此同时 血色连台的力量夹在阿三身上 让他的战力瞬间迈入了大圣巅峰 混沌拳 夜火红脸 你怎么会有修罗族的法宝 白火昏天 几个人族大圣剑壮 想要救阿三 可根本不是虎妖的对手 下一秒剑魂 洞穿虎妖的身体 阿三毫发无伤地出来了 敢和我斗 多谢阿三公子 同事人族 你当互相帮助 几位前辈我来替你们疗杀 这时候周九天他们刚好也来了 有了三哥的生命神体 我们人族就不怕受伤了 以前我们太忽略特殊体质了 没错 我们以后要多寻找一些特殊体质的拥有者 好重点培养 解决了青路城的危机后 阿三没停留继续赶往下一个需要支援的城池 在赶路的同时 阿三将斩杀的虎妖献计给了人们 动物次数增加一百万次 这个虎妖的妖族功法对我没用处 希望下一座城池可以碰到洪荒人族的修士 片刻阿三就到达了城池 瞬间就击杀了一位异世界人族 敢杀我九星剑门的弟子 本座今日将你错骨扬灰 九星剑爵 血色红莲 人们献祭 阿三不再关注系统次数 因为现在基本可以无限队伍了 九星剑爵这门功法不入流 若是让我得到那几位天道圣人的修炼功法就好了 可惜他们只能在洪荒 不能过来此剑 若是我打开的天门 是不是就可以进入洪荒了 阿三不再纠结能否进入洪荒世界 而是继续在杀敌献祭的途中 太子楚阳决定等 战后将阿三这位武侯升级为武王 恭喜阿三兄 你这次斩杀上百位大圣巅峰强者 成为武王是板上钉钉了 少废话 下一座支援的城池是哪里 阿三兄需要支援的城池暂时没有了 但是边疆那里的压力很大 我去边疆看看 你就先回楚都吧 边疆那里可是大地层次的战斗 准地有很多根本不是我们能插手的 那是你 不是我 不行 这个消息我必须马上告知太子殿下 这个小家伙还真是胆大包天 这位正是暗中保护阿三的七皇子 此子天赋逆天 未来必定会成为我们人族的支柱 可不能让他死在边疆 此时阿三已经到达边疆附近 好强的地位 我得用血色连台隔绝一下 小家伙 你现在还无法插手前方的战争 敢问您是哪位前辈 前辈不敢当 我叫楚夜 是楚皇第七子 原来是七皇子殿下 我不插手前方战争 我就是想过去看看 谁也别想拦我 我就过去捡尸体而已 不行 你用血色连台实力太突出 准地看到会杀了你 这样吧七皇子 我不动用血色连台 准地在上空厮杀 而我在地上和大圣巅峰强者厮杀 行吧 但是如果敌人再有大地过来 我会挡住他们 到那时你必须返回楚都 小心点 很快阿三将血色连台收起就来到了场中 天哪 这是一具准地尸体 阿三随后找到一个隐蔽地方 将这具准地尸身献祭 并得到了对方的修炼功法 青芒 气 这门功法攻击力很强 还可以附加在武器和身体任何一个地方 就在此时不远处 又一具大地的尸体掉落在地上 但这具尸体已经被很多人盯上 阿三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突然一道身影 降临到此地 是谁杀了我小师弟 此人好强 阿三公子快回楚都 此人实力很强 我必须得出手呢 只见七皇子朝着那道身影飞去 我乃铲教战神杨俭之孙杨天穷 你叫什么名字 人族楚国七皇子楚夜 此时阿三紧紧盯着两位大地级别的战斗 而那具大地尸体就在他们两个附近 如果我祭出五爪金龙之区 能否联手七皇子斩杀这个杨天穷 但是我一旦出手 不管输赢 我就必须要离开这个时代了 罢了 听一次 反正我可以得到一具大地级别的尸体 下一刻阿三和五爪金龙融为一体 直接奔向杨天穷 五爪金龙一下就给杨天穷杀死了 这是玲珑中的那具龙尸 阁下究竟是谁 七皇子 是我 阿三 话落 阿三一边收起杨天穷和他尸体的尸体 一边传音道 七皇子 我先离开了 以后有缘再见 阿三直接顺移到楚都 最后看了一眼 皇城学院 诸位珍重 我阿三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阿三的声音响彻在张小凡众人心中 奇怪 阿三兄的话怎么听起来像在跟我道别 与此同时 吴超族等人也有些疑惑 而另一边 阿三已经进入时空长河 离开了这个时代 在时空长河中的阿三 依旧躲在五爪金龙体内 催动天地金三 全力触发龙珠之力 该做的我都做了 现在就看运气了 希望误差不要超过一千年 阿三随后开始催动元神 将杨天穷的武器和战甲炼化 有了这两样宝贝 回去后我就无敌了 阿三随后又将这两具尸体 献祭给人们 在顿物次数暴涨中 阿三得到了八九玄弓 与星神削雷法 原始金章 金雾化红之术 这四门弓法 与此同是阿三人门中 还飞出红色的东西 天哪 是大地精血足足有162滴 可以增加一千年的寿元 阿三也没闲着拿出八九玄弓 这门弓法有八层七十二转 不过阿三得到的只有六层五十四转 很快阿三就练到了二层第九转 我现在仅凭肉身就能与大圣巅峰强者搏杀了 再加上血色连台 我都能与准地抗衡了 突然前方出现一个漩涡 要将五爪金龙吞噬进去 到了吗 希望误差不要太大 好险 风暴摧毁了五爪金龙 幸亏我及时钻进了漩涡才能出来 就在此时一位男子从空中摔落下来 果然 我领悟了精致奥义在进一步了 这位仁兄 你到达了出窍境可以踏空飞行 你也没受到攻击 为什么要自由落体啊 你是哪一脉的 怎么有点陌生 你别打扰我修炼 我想起来了 这是天一太上长老和楚金萧的特别爱好 不过这里不是混沌圣地 他又是从哪学来的呢 这时 又一个青年来着 摔在地上的男子 大哥 你居然起得这般早 正所谓一份汗水 一份收获 二得我们一起努力吧 好 大哥 我们一起修炼 阿三梅里 他们继续前行 如此年轻的半生 我们独孤家族可没有 小友究竟是谁 为何潜入我们家族 晚辈无意落入此地 对贵家族并无恶意 并无恶意 我们家族有阵法守护 等闲职人根本无法进来 父亲此人是谁 我怎么知道 连敌人进来你都不知道 我还怎么放心把独孤世家交给你 你退后 一剑赤眼就冲天 这招是宇宙剑典里的绝招之一 难不成这是我大侄子 独孤拜天的家族 就是了 当初他在天地城 偷听到自由落体 可以领悟奥义 没想到这个笨蛋 传给了他们独孤家族 我独孤圣天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厉害的半生 连我家麒麟 而独孤拜天 当年都远远不如你 前辈 这一切都是误会 我是独孤求败 拜天应该对你们提过我 不信你们看 阿三随即展示 宇宙剑典中的一部分剑法 据老夫所知 当年你天赋在拜天之上 那还是在五百年之前 而现在拜天已经是大圣了 你怎么还是半圣了 五百年 一眨眼竟然过去了五百年 该死的破龙 这误差怎么这么大 阿三不再隐瞒身份 将独孤剑给他的身份 令牌拿了出来 前辈 其实我是混沌圣地的阿三 当年我分身化名为独孤求败 阿三将他经历的事情 全都一一道来 独孤圣天父子这下 还相信了阿三 阿三 没想到小友居然是 混沌圣地那位绝世神子 圣天前辈 那一战我失踪后 修炼界发生了哪些大事件 那一战后两三百年 修炼界在你们 混沌圣地土治下很平静 直到后来古天一再地路崛起 那家伙现在是什么修为 古天一现在是 大圣巅峰强者无人呢 当初就是他杀了 你们圣地的刀母 没错 他都将最强劲圣雷战击退了 那赵无极和我师尊现在什么情况 赵无极也是大圣巅峰 你师尊也很强 半步混沌体纵横地路 阿三还在圣天前辈口中 得知古天一 龙一赵无极和武刚四人称尊地路 这五百年的时间改变这么大 可惜战祖寿园有限陨落 龙尊为刀魔复仇 被古天一龙一和武刚联手斩伤 等着吧 我要一个一个去清算 接下来的几天 阿三还留在这里 修炼金屋画红之术 也不知道我的分身是什么情况 当初我让分身前往剑神山山顶 所以分身应该还在哪 阿三没多想继续修炼 另一边在剑阁的密室中 阿三分身睁开双眼 同时元神中传来庞大的记忆 被他吸收 阿三本尊拥有的功法 分身也全都熟记 没想到本尊竟然回到了百万年之前 我和本尊共有一个元神 他是半圣境界 我也马上能修炼到半圣 阿三分身不动声色 开始修炼八九玄弓和金屋画红之术 在密室上方雷战 正在参悟雷之剑道的奥义 独孤囚办那小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些年一直在沉睡 雷战怎么也没想到 那只是阿三的一具分身 另一边混沌圣地的禁地内 不灭老祖依靠沉睡来延长寿源 五百年了 再这么下去 不灭老祖就要熬到头了 我还能撑得住混沌圣地吗 雷祖地天在地路被龙衣重创 幸亏赵无极出手相助 您就让我去地路帮他吧 这是当年的圣主 不过如今已经卸任 你还没到大圣巅峰境界 去了也是给地天添乱 若是阿三回来就好了 他一定会回来的 一个月后阿三已经将金屋画红之术修炼成功 准备和独孤圣天父子道别 阿三等等 你看能不能把我们独孤世家的徒儿带入你们混沌圣地 就是他们 阿三没好意思拒绝打量着他们几个 就他吧 拥有天生剑体 大雄拜见师尊 天生剑体倒也有资格当我的徒弟 阿三便带着独孤大雄离开了独孤世家 大雄我要给你三个考验 全完成后你才算是我的徒弟 师尊尽管吩咐 我有一门见到传承展天 我传你上半卷 你若入门才可以 二是从这里你我分别 你要独自前往混沌圣地 如果死在路上算你倒霉 大雄现在是神侨境修为不高 以他的飞行速度得一年半载 才能到达这其中极其危险 师尊我保证以最快的速度抵达混沌圣地 三是你到中土后 要猎杀一个同等级的太处圣地的天才 师尊我一定完成任务 很好 这是金翅大鹏的初代真灵 你若是达到了洞天境 便可以以他为祭灵 不过我希望你能以自身为祭灵最好 其实阿三偷偷给大雄种下了剑印 在危险的时候会出手保他一命 但剑印一旦被使用 他也就没资格成为阿三的徒弟了 很快阿三就到达了剑神山山顶 这门金屋化红之术速度太快了 不愧是光速 阿三感觉到雷战又在这里布置了阵法 这次阿三直接将阵法撞碎进入了山洞 与此同时雷战感受到了阵法被摧毁 除了独孤求百万 居然又出现可以登上剑神山山顶的人 而阿三正在和剑灵聊天 剑灵 当初铸造你的人是不是叫欧爷子 你居然知道我的主人 看来真的是欧爷子 剑灵现在我有资格练话你了 你愿意跟我出去吗 当然愿意 你快点练话我吧 不然雷战就要来了 阿三很快就将剑灵练话 以后你就叫布小剑吧 收 不知哪位道友在洞中 还请出来一剑 是雷战 不过我刚刚回来 暂时不能暴露身份 想到此处阿三变成了一位老者 离开了山洞 你居然真的练话了那柄地剑 你究竟是谁 我叫独孤无敌 是独孤世家的影视老祖 雷战看着变装后的阿三 神色有些凝重 独孤无敌 我没听说过你 我只知道你们世家 最强的是独孤世 你说小剑啊 他比我小了好几倍 你不知道我很正常 原来老辈来历这么大 不过凡是讲究先来后的 那把剑可是我先发现 你说的是这把剑吗 送你了 雷战拿过剑灵 就摧毁了阿三留在剑里的印记 灌入了自己的印记 多些前辈刺激 如此大恩大的雷战无以回报 不知前辈有何要求 五百年前军狂人 毁了我们独孤世家 我还没报仇他就死了 那你就帮我教训一下军神通吧 老辈放心 我稍后便去军家讨个公道 不如您先去我的剑阁做作 如此甚好 不过我先逛一逛东荒 过几天我再去剑阁 那晚辈就先离开了 哼 你摧毁的只是表面印记 而我的原神印记还在剑灵里面 随即阿三给剑灵传音 剑灵 这段时间你全力帮助雷战 等过段时间我再将你收回来 是 主人 此时在密室中的阿三分身 将八九玄弓和金屋画红之术 两门弓法炼成 本尊给我传来讯息说雷战没在这 现在正是离开的好时机 阿三分身一拳 就将雷战设置的阵法摧毁 如此巨大的动静惊动了少阁主 少阁主连忙用神念一叹 是他 他居然苏醒了 就在此时阿三分身 已经从密室走了出来 少阁主 好久不见 怎么可能 我父亲设置的阵法 以你的力量怎么可能逃得出来 没什么不可能的 五百年过去了 你居然还在大圣境界 真是个废物 我不是废物 我能感知到你是败胜修为 但你能与我抗衡吗 独孤求败 你这么对我 我父亲不会放过你 哼 雷战我迟早要找他算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亲都是独孤求败干的 独孤求败 我不会放过你的 另一边 阿三本尊和分身 已经在东荒相遇 你拿着这些东西 先回一趟混沌圣地 阿三分身收起东西 便施展金屋画红之术 赶往混沌圣地 阿三本尊则继续保持着 独孤无敌的外貌前行 来到了东荒巨峰城 我听说古天忆收了三个徒弟 台上是他的三徒弟李肖汉 准备来挑战叶家 万剑山庄 剑阁等天才 李肖汉可是拥有时间神体 阿三在一旁 仔细打量着李肖汉 这家伙竟然还有 洪荒修炼界的天眼 你就是叶绝天 传说中的空间神奇 没错 水瑶来迟一步 让两位道兄久等了 对了 剑阁出了变故 剑十九不能来了 今日便我们三人切磋吧 这个是奥无双的孙女奥水瑶 她拥有太阴神体 一旦与人双修 便能让南方突破修炼瓶颈 奥无双竟然都有孙女了 很快第一场切磋 开始是奥水瑶对战李肖汉 太阴之轮 岁月之剑 紧接着奥水瑶身体不能动叹 被李肖汉一掌击退 刚才那是时间奥义的力量 没想到李肖汉拥有时间神体 我孙女输得不冤 毕竟时间神体太厉害了 奥无双竟然来了 你这是在给自己孙女失败找借口吗 关你什么事 你敢打我 有种你接我一剑 好 那你就出剑 我倒要看看你这么些年有什么长进 奥无双开始酝酿 斩天拔剑士 却被阿三一剑魂 一下就击溃了 刚才那是什么 剑魂 剑道之魂 竟然还有如此剑道 前辈 我爷爷刚才有些冲动 还请前辈勿怪 他那种垃圾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倒是你一身天赋 却被万剑山庄误人子弟 老家伙你竟敢侮辱我们万剑山庄 既然你不信 你给我一天的时间 我让奥水瑶击败李肖汉那两个废物 这能不能证明你们万剑山庄误人子弟 还没等奥无双说话 奥水瑶就答应了 如果一天后您能让我打败他们 我就拜您为师 如果不能 您要给我们万剑山庄道歉 说到做到 话落阿三就带着奥水瑶离开了 奥无双也紧跟其后 弟兄 不如我们的一战先暂且放下 也好 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两人准备将此事告知自家的长辈 另一边阿三和奥水瑶来到一间大堂 水瑶 先让我看看你的继灵 你的继灵居然是一只垃圾神兽 所以你的天赋就受到了限制 我给你换一个 前辈 继灵一生只能换一次 你给我的继灵是什么 这是不死凤凰中的初代 与你太阴神体最合适不过 不过我改编要求了 你要拜我为师祖 孙女快答应她 她给你的可是宝物 你给我出去 别打扰我给你孙女换祭礼 您劳情 我马上就出去 很快在外面的奥无双 感受到了里面的动静 只见奥水瑶 浑身释放热气 好似被火焰笼罩着 这就是传说中的不灭之火 师祖我成功了 换完祭灵的奥水瑶 已经阴阳平衡 并且修为从天境初期 到达了后期 不错 这下对付业绝天足够了 面对李肖汉也能够自保了 多谢师祖成全 奥无双 你出去 我要传你孙女功法 阿三将从猴哥那得到的蒲团 拿了出来 水瑶 你坐上去 我传你一门功法 阿三随即一指 点向他的眉心 将太极功法传了过去 有奥无双孙女作伴 阿三简直是美滋滋 而在地路的赵无极 就没那么幸运了 赵无极 你当年在五族战场 杀死我们火麒麟一族的初代 多了我们的传承 今日我要与你同归于尽 什么五族战场啊 我什么时候杀你们火麒麟了 话落火麒麟 自爆将赵无极炸成重伤 我招水惹水了 另一边 阿三分身 已经到达自己的家中 叔叔你是谁 为何出现在我肖家 我是混沌圣地的弟子 曾经跟你祖上肖阿三有点关系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肖天赐 经过了解阿三父母 已经离世 这个男孩 是阿三弟弟的一个孙子 天赐 你为何没有修炼 前辈 我父亲说我拥有特殊体制 准备将来让我 拜入混沌圣地在修炼 好 我在混沌圣地等你 阿三随后给肖天赐 种下一枚剑印防身 便离开 前往混沌圣地了 此时地天 已经回到混沌圣地 雷祖 五天一晋升准地了 我们圣地危险了 赵无极呢 是否能够请他回来 暂时坐镇混沌圣地 赵无极受伤了 他没办法帮我们 五百年前 太出圣地联手 攻打我们圣地 现在我们也可以 联合其他势力 抵挡太出圣地的攻击 那我现在就去光顾圣地 和他们商议此事 此时阿三分身 抵达混沌圣地 正好碰到 曾经的圣主南海云 圣主 您这是要去哪里 你是阿三 怎么可能 五百年了 你只是区区半圣 你肯定是个冒牌货 圣主 我真的是阿三 阿三分身 直接推动混沌体 背后的 三千大道投影 直接降临 现在您相信了吗 走 快搁我回近地 雷祖 世尊 你小子总算回来了 好了 你们师尊俩待会在许久 阿三 你这些年到底去了哪里 阿三分身将这五百年经历的事情 全都一一到来 雷祖三人 听后一脸震惊 阿三 你若是早回了一百年 修为还能追上古天一他们 可惜古天一现在已经挣到准地了 不错 这下古天一肯定不会放过我们圣地 哼 敢欺负我们混沌圣地 我修为虽然只有半圣 但我的肉身之力堪比大圣巅峰 加上一些底牌 对抗准地都有把握 话若阿三分身拿出一杆长枪 散发着极道地威 下一秒混沌中 也出现散发着炙烈的金色光芒 是地兵 有了这两件地兵 我们就不怕古天一了 我还有一件地兵 就是剑神山山上的剑灵 不够在本尊手里 雷祖三人再一次被震惊 雷祖 不灭老祖还在沉睡吗 没错 若是有大地精血 就能让不灭老祖醒过来 雷祖 你在说这个吗 我这有很多 你们三位前辈先一人一笔吧 雷祖他们接过大地精血彻底愣住了 臭小子 你还有什么好东西都告诉我们了 还有一些神兽级别的妖兽真灵 几十部地精 上百部准地精 有了这些神兽真灵 我们混沌圣地便后继有人了 阿三 你对我们圣地贡献很大 目前我们圣地决策者有我 不灭老祖和地天 我提议你成为我们圣地第四位决策者 多谢雷祖 随后地天和南海云去闭关炼化大地精血 雷祖则在一旁守护阿三分身帮助不灭老祖炼化大地精血 这一动静引起了天一太上长老 楚经萧师徒的注意 师尊雷祖那边动静很大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不必担心有雷祖在 我们混沌圣地自保足矣 这对师徒现在皆是圣人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开创了一条加快领悟奥义的方法 托儿随着我们修为增长 即便摔落下来的速度 再快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小了 如果我们封印修为摔下来 会不会更有效率 师尊那样我们会不会摔死啊 你就是太怕死了 所以才不如为师 师尊教训的是 另一边阿三本尊 已经收到分身传来的消息 得知五天一晋升准地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这么快就晋升准地了 看来我也得尽快前往圣路了 师祖 我练成太极领域了 很好 你的天赋果然很不错 这下对付李肖汉的时间神体足够了 都是靠着前辈的法宝才能助我进入顿物境界 否则我不可能这么快就领悟 老前贝水瑶 李肖汉和叶绝天已经在城外等你们了 走吧 让那些蠢货瞧瞧什么是真正的天才 奥水瑶到来之后 直接与李肖汉 叶绝天对峙 见过两位道兄 奥仙子看起来很有信心 不知你想要挑战我们当中的谁 就是你了 叶道兄 奥水瑶的祭灵一通 他没想到这老前辈的来历这么大 就在这时奥水瑶和李肖汉也开始切磋 李道兄请 得罪了 奥水瑶现在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此战结果已定 老夫还有事 就先走了 独孤老前辈您不去万剑山庄做作吗 懒得去 另一边独孤世家也听说了这件事 父亲 外面都说我们世家有个叫独孤无敌的老祖宗 指点了万剑山庄的奥水瑶一天 就帮助他击败了夜绝天和李肖汉 独孤无敌名字不错 父亲 我们家族哪有独孤无敌这个人啊 万剑山庄的长老还说要来登门拜信 你管他是谁呢 这种好事我们就受证 又不是坏事 我回来了 外天你不是在地鲁征战吗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五天一晋升准地想要对混沌圣地出手 混沌圣地的阿三就是我的叔叔独孤求败 所以我得去帮助混沌圣地 你怎么知道阿三是独孤求败 赵无极告诉我的 听您的意思您似乎也知道这个事情了 没错 阿三前不久才来到我们家族 他已经归来了 说不定你现在去混沌圣地就能见到他 真的吗 那我现在就去 此时在混沌圣地禁地内的不灭老祖已经苏醒 怎么回事 哪来的这么庞大的生命能量 老祖 您快配合我炼化大地精绪 阿三 原来是你回来了啊 你怎么会有大地精绪 阿三回到太古时代 斩杀了一位大帝 划落不灭老祖已经炼化了一滴大地精绪 有了一千年寿元 我晋升准地不在话下 不灭老祖立即闭关 开始修炼 雷祖 除了南海云之外 我们圣地还有潜力的大圣值得栽培吗 那就是天一太上长老 他对奥义的领悟很有独到之处 不会是自由落体吧 雷祖 我们混沌圣地弟子没用奇怪的方法参悟奥义吧 你说的是天一那个方法吗 那家伙惊得很 不肯将这种秘法传给别人 除非拜他为师 那就好 随后阿三分身告别了雷祖前往地峰 两位师妹 师兄 真的是你吗 你回来了 师兄 你真的回来了 当然是我回来了 这是一些地血和神兽真灵 你们收下 就在此刻 混沌圣地外来了一位年轻的男子 我晶阳雨今日传我师尊之令 一个月后混沌圣地覆灭 很快晶阳雨的声音响彻整个混沌圣地 晶阳雨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熟悉 我知道他是谁了 他是古天一的二徒弟 竟然是他 难道古天一已经从地路回来了吗 此时阿三分身听到声音后 用神念朝着山门外探去 他居然跟柳天都一样拥有上古重铜 还有特殊体制 大洲天星陈体 师兄 听说在圣路我们圣地的很多天才 就是被他击杀的 师妹且看 师兄我现在就去斩了他 同一时间雷祖找天一长老 想让他去应战晶阳雨 如果天一长老能够出去应战 阿三肯定会给他一些宝物的 雷祖我刚刚摔得受伤了 无法出去迎敌 我可是给你机会了 可惜你自己没把握 好在这时候 雷祖发现阿三分身正前往山门外 在山门外的京阳雨 嚣张无比 你个小小半圣也敢出来与我对抗 也罢 今天就饶你一命 饶我一命 你师尊古天一都不敢这么说 你倒是狂妄 放肆 我师尊 岂是你能说的 原来是一道化身 难怪赶来我们混沌圣地放肆 一个月后 古天一就要来了是吧 那我就给他准备一份大的 这位道兄 请问你尊姓大名 可是地天前辈之徒 长生体 你就是新一代的圣主周元吧 道兄 正是周某 既然成圣了 就不要继续惦记着圣主之位 早去征战圣路才是正道 否则只会浪费你的长生体 这是石墙神兽祭灵 拿去换掉你身上的垃圾祭灵 多谢道兄 好好修炼 未来的混沌圣地还要靠你们 另一边在猜出圣地的京阳雨 感受到自己的化身被毁 你的道身 是被混沌圣地地天 还是南海云摧毁的 古无敌 你不是一直跟在师尊身边 为何回来了 难道师尊也回来了吗 父亲正在与龙衣商议 准备联手覆灭混沌圣地 他们只剩一个雷祖 师尊自己就能镇压 还用得着联合龙衣吗 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要小觑混沌圣地 此时混沌圣地 也在全力做准备 师尊 炼化大地精血后感觉如何 勉强看到了准地之道 仿佛隔着一扇门 想要进去门里 还得需要一些年月 没关系 我有一件宝物 可以让第一次使用的人 进入顿悟境界 此后还能无限接近顿悟境界 如果真有这种宝物 让我顿悟一次 或许我这个月 就能踏足准地境界 宝物在我本尊那里 我这就去拿 等等 徒儿 你能否再给维师一滴大地精血 师尊 你是为了师娘吧 我之前就想给他 不过没看到他 他还在圣路魔力 盼望着能够晋升大圣境界 既然如此 师尊宁把师娘带回来 正好借助大地精血闭关 顺便打听一下赵无极 他不是受伤了吗 我能帮他恢复伤势 这倒是不错 那我们分头行动 毕天我晋升大圣巅峰了 阿三呢 我要好好感谢他 恭喜 毕天就将阿三他们两个 刚才说的话 告诉了南海云 这次我们一定能够赢下这一战 另一边 阿三本尊正在前往建阁的路上 分身很快就找到了他 图团给你 这是天地的祭异球 带回去给世尊参戊 该催促雷战这的老家伙 找军神通的麻烦 原来是独孤无敌 前辈大驾光临 小雷战不必多礼 父亲 前辈 前辈这就是犬子 小雷战 你有个好孩子 年纪轻轻就到达大圣顶尖了 我刚好有个礼物送给犬子 前辈客气了 犬子不是小孩子 不必再给他见面了 可惜了这只白虎真灵 既然你们不要 那就算了 是白虎 十强神兽 前辈 你别听我父亲胡说 在你老面前我就是个小孩子 这就对了吗 多谢老前辈 听说您指点了奥水瑶 一天就打败了夜绝天和李消汉 不知晚辈能不能得到前辈的指点 让老夫指点你 你这不是纯心找死吗 那老夫就成全你 阿三并没着急 指点剑德少主 小雷战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教训军神通 前辈我们现在随时可以去军将 那好 正好我要指点你儿子几天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由前辈押着 晚辈更不把军神通放在眼里了 阿三催促雷战 找军神通麻烦的目的达到 两人便开始讨论剑德 讨论过后雷战 给阿三安排了住处 这老家伙估计距离正道剑地真的很近啊 他的剑道让我受益匪浅 很快阿三在顿悟中 就把宇宙剑点完善了 只要剑界一成 便是我正道剑地之时 前辈晚辈来请求您的指点 这父子俩真是蠢货 就相信我这么好心 原来阿三在给少阁主的白虎真灵上 种下了一颗傀儡种子 少阁主一旦炼化白虎真灵 就会在他心中种下 阿三就是他主人的概念 听从阿三的命令 进来吧 换祭灵了吗 晚辈换了祭灵 实力长了一大截 不过还是没能达到大圣巅峰 别急 这段时间你认真 祭灵白虎真灵 掌握白虎力量后 你就离大圣巅峰不远了 等炼化祭灵后 我会帮你晋升准地 让你们父子残杀 多谢前辈 我再传你一些修炼心得 祝你快速踏入大圣境界巅峰 前辈 有了这些修炼心得 最多半个月 我就能晋升大圣巅峰境界 好 老夫相信你未来会超越你父亲 成为最强健省 多谢前辈 晚辈就先下去了 少阁主直接来找雷战 将阿三给的修炼心得 传给父亲查看 那位独孤老前辈真是厉害 父亲 我觉得我们间隔应该和独孤世家建立良好友谊 好 反正独孤世家的人都是一群傻子 下次遇到独孤百田一群套金户 同一时间 阿三分身回到了混沌圣地禁地 老祖 我世尊去圣路还没回来 您先试试这个葡团的效果 不灭老祖坐上去 瞬间进入顿悟状态 阿三 这东西有那么神奇吗 当然 我已经用过了 能够保证 话落不灭老祖 睁开双眼 太好了 我居然进入了顿悟境界 没想到我也有晋升准地的一天 不灭 恭喜了 可就在此时不灭老祖身上 突然出现黑色气息 不灭 你干什么 我不知道 我压制不住我体内的力量 终来 不灭老祖身上的黑气 在不断冲击混沌中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不灭老祖修炼了不死魔宫 一旦借助魔尊之力超过三次 就会发生一些可怕的后遗症 突然不灭老祖 开口说话 又有后背修炼了本尊的不死魔宫吗 很好 这是本尊赐予你的力量 好好用本尊的力量征服世界吧 本尊在先路等你 是魔尊 刚才那不是我的声音 此时不灭老祖身上的气息 变得安静起来 不灭 你没事吧 我现在可以控制自己的力量了 但安全起见 你暂时用混沌中压住我 阿三分身随即用神念探查 不灭老祖的情况 的确 老祖您恢复正常了 不过您的实力也变强了 远超雷祖 这是魔尊转化过来的力量 他根本不是好人 我现在没修炼 我的力量还在自己变强 如果我将来被魔尊操控 反过来与你们为敌 那你们对我一定不要手下留情 你们现在最好在我身上布置手段 方便到时候杀了我 不行 两位老祖 我有个办法 地平 这件战甲我是用特殊手法炼制的 它防御力很强 可以直接穿在您的元神上 一旦您被魔尊控制 我就可以通过引爆战甲对付您 真是好东西 这样我就不担心危害混沌圣帝了 我穿上试试看 怎么回事 不灭老祖惊奇 发现魔尊之力 竟然可以修复这件战甲 真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好消息 看来用不了多久 我们圣地又能多一件地兵了 解决不灭老祖的事情后 雷祖也做了一下扑团 雷祖 你这次顿武有什么收获 到了我这个境界 一两次顿武已经不管用了 实力只提升了一点 两位老祖 独孤拜天来了 我大侄子竟然来了 正好帮助我们对付古天一 我看不如把独孤拜天收进我们圣地来了 我这就去说服他 此时独孤拜天正在山门外等待阿三 叔叔 叔叔 是我独孤拜天啊 叔叔 独孤兄 不知你说的叔叔是我们圣地的哪位长者 我叔叔就是你们混沌圣地的神子阿三 当初阿三前辈已经陨落 太初圣地 你是不是弄错了 大侄子 好久不见 叔叔太想你了 叔叔 真的是你 我也好想你 您真的是阿三前辈 我回来的消息不要泄露出去 走吧 大侄子 原来传说中的最强神子还活着 太好了 阿三分身带着独孤 拜天来到了地风 拜天把自己闯葬圣路和地路的事迹 一一到来 叔叔 我和第一天 赵无极 南海云进入地路时很不顺利 赵无极每次接近妖族秘境时 妖族一记就会爆炸 对了叔叔 我听赵无极说过 那些妖族真灵一听到他的名字 就说赵无极在五族战场 斩杀了他们一族的初代 阿三简直是听得一脸尴尬 大侄子 咱们别聊赵无极了 我跟他不熟 叔叔有个好东西给你 绝对可以帮助你今生准地境界 叔叔 您对我太好了 那你是否愿意加入我们混沌圣地 拜天毫不犹豫的就加入了混沌圣地 随后阿三给了拜天一滴大地精血 拜天在炼化大地精血后 便闭关冲击准地境界了 我也该成圣了 不能被他们超越 阿三分身和雷族打了声招呼 便化作一道光芒消失 很快就来到了圣路 好熟悉的感觉 这不是五族战场吗 阿三分身随即开始释放自己力量气息 成圣吧 我将成为史上最强的圣人 只见空中突然乌云磅礴 遮天蔽日 恐怖的天节正在降临 此时在剑阁中的阿三本尊也感受到了 分身在渡成圣节 没想到这句分身先我一步成圣了 前辈 晚辈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军家吧 少阁主雷闪啊 多谢前辈之地 犬子正在冲击大圣巅峰境界 估计很快就能成功 如此甚好 我们走吧 另一边军神通 正在观摩地兵问天静 感受到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难道有人在算计我 军神通你给我出来 雷战在阵法外大喊 阿三本尊则一直躲在虚空中 雷战 你竟敢在我们军家门前放肆 难道是想要让你的剑阁就此负灭吗 大雷神 雷战 你竟敢来我军家放肆 今天不杀你 我军家之为何在 你军家摧毁我剑阁 今天我就是来报仇的 雷战随便找了个理由 对付军神通 我们军家什么时候 摧毁你的剑阁了 少废话 终于打起来了 这次他们若是两败俱伤 看看能不能让我捡个便宜 瞬间军神通就将雷战带入雷霆虚空的最深处 雷战 你真是太愚蠢了 没有地兵的你 在我眼中就是一只蝼蚁 没有地兵的你 根本不知道地兵的强大 此时军神通和雷战的战斗 引起了很多准地的注意 不灭 你怎么看 雷战没有地兵 根本不是军神通的对手 他们两个狗咬狗 对我们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突然地风那边传出一股强烈的气息 原来是独孤拜天 已经晋升准地 另一边在圣路的阿三 分身已经度过了圣节 这就是圣人境界吗 我这一成圣 直接操控了十种法则之力 脸超其他圣人 就在这时阿三分身察觉到自己 像被这片天地压制一样 难道这就是圣路的规则 只要达到大圣境界 就必须去地路 不过这点压制对我没有用 话若阿三分身爆发出 混沌法则之力 形成混沌领域 顿时周围的压制消失 随后一株酒色之花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居然是酒色花 一旦服用炼化 就能增加九千年的寿远 我是太初圣帝 京阳与四大战将之一 王伟林 你交出酒色花 我饶你不死 白痴 很好 你还是第一个 敢在圣路拒绝我的人 阿三轻松将王伟林击杀 让其他众人傻眼了 此人太强 酒色花我们抢不过来 看来只能通知酒消大陆那边的高层了 另一边在地路中的武刚 遇到了古天一和龙一 你们两个居然走到一起了 准备干什么 武刚你确实不烦 当年在真龙巢你被阿三废掉 没想到你当今还能重新铸就苍天霸体 少废话 别紧张 我们想找你联手复灭混沌圣帝 成功后将混沌圣帝的功法给你霸天圣帝复印一份 那混沌中呢 我答应给龙翼了 不过等灭掉混沌圣帝后我帮你灭掉荒谷圣帝 他们的地兵归你如何 一言为定 接下来我们该去找君逍遥了 他们君家也和混沌圣帝是死敌 话落古天一和武刚脸色大变 收到通知圣路出现了一个超级天才 在度圣节的时候 引出了一株极品神药九色花 九色花居然是死宝 一瞬间三个人全都心动了 两位九色花有九朵花瓣 到时候我们评分如何 没问题 此消息已出很多强者都已经去圣路抢夺 阿三分身手中的九色花 师尊 且看徒儿为你取得九色花 这双眼睛不错 我要了 阿三分身现在实力暴涨达到了大圣中期 因为他在圣路这几天斩杀的圣人 几乎都有他的魔种 京阳宇也可能在其中 原来是你 混沌圣帝的那个人 击杀了我一句道身 杀你道身又如何 今天我灭你本尊 下一秒 阿三进入京阳宇重同制造的幻境中 京阳宇趁机朝着阿三分身杀来 区区幻境也想困住你 你究竟是谁 混沌圣帝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强者 去死吧 是混沌体 京阳宇临死前 他似乎知道阿三是谁了 而刚准备离开地路的谷天 一发现随身携带的魂灯熄灭了一盏 魂灯熄灭代表人已经彻底死了 谷兄这是谁的魂灯 我二徒弟金阳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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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